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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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同学 我們今天上的課 是跟延續上個禮拜的 策展跟行動 這個概念來談 然後 在上課之前 跟大家提醒一件事情 這個禮拜五 實踐大學 有一個國際的 研討會 跟一個淨土 這個淨土是實踐的全所的 全系的淨土 他們出了一個題目 叫Becoming 是全系停課 然後辦了一個淨土 在這禮拜五會有final的 評審的討論 還有另外禮拜五的早上 有一個演講 是哈佛大學的 Urban Design 研究所的所長 Lears 加上總本有情 就是那個 汪工坊 那兩個人在實踐的 禮拜五早上有個演講 早上是演講 下午是淨土的決選 跟評論 所以我會建議大家如果有空的話 可以 如果沒有課 大家可以去參加 這是禮拜五 然後禮拜六呢 在我們較大的Urs89.6 有另外一個演講 是一群 大概35歲的建築師們 會有個研討會 叫做2838建築彷徨 那是在Urban Core 就是西門町 中泰的那個 我們那個89.6 有一個演講 討論是禮拜六的下午 1點半還是2點 到5點半 這是第二場 第三場是禮拜天 禮拜天也是在89.6 Urban Core 也是下午 一樣在Urban Core 有一個 也是一個討論 是學學文創 做時尚的一個組長 加上Archicad 加上一個 淡江畢業 然後在Curlambia 在紐約做了10年的一個建築師 叫衛國聖 他們在禮拜天 也一樣在Urban Core 有個研討會 所以禮拜五的上午 禮拜五的下午 禮拜六的下午 禮拜天的下午 在台北市 有連續幾場 討論 如果沒記錯的話 這個禮拜好像也是有 那個 簡單生活節的樣子 就是週末 在華山 有搖滾演唱 四場 的那個尬場 所以如果大家有空 禮拜週末可以去 台北度個週末 剛好是一系列 有玩的 有聽的 大家不要每天都關在交大裡面 有空去台北逛一逛 台北現在有非常多的各個不同的活動 這個跟大家提醒一下 如果大家有空 盡量能夠回去台北參加這些 不一樣的討論 這是上課前的提醒 今天我們延續 上個禮拜所談的 行動跟策展之間的關係 上個禮拜我們談了幾個 包括 包括台灣的建築室的策展 當初策了一個展 從王大宏的各展 來討論台灣建築 的橫切面 我們也談到展覽 關係到 上次談到的一個 都市的另外一些策略 包括 都市策略裡面的米蘭 我們把它當作一個例子 一個城市如何跟策展跟行動合在一起 變成一個完整的城市論述 這個城市論述 也跟這個時代有關的事情 抓在一起 這裡面結合了藝術 商業 設計 跟各種不同的時尚的關係合在一起 那我們今天延續著 上次的城市行動的 這樣子的說法 繼續延伸到台灣來 這幾個展覽 這幾個展覽 從2007年開始到現在 其實持續的在這幾年 台北市還有其他城市 也變得非常非常好玩 這個跟大家介紹一下 等一下會跟大家介紹 另外一塊就是 行動跟策展以後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出版 出版也是另外一塊 大家需要重視的事情 因為出版最重要 最重要背後是要做論述 那你的論述能力 在出版裡面 會有一個很具體的呈現 那我等一下會跟各位說 上禮拜有跟大家提到說 其實台北的城市 或台灣現在有很多不同的展覽 那展覽分成兩種 如果你們看到台灣現在很多的展覽 基本上我把它稱為 比較加年化 就是主要為一般的民眾 是在衝人數的 比如說前幾年的 台灣的設計博覽會 基本上在台南縣 在宜蘭縣 都希望是人數到達幾位 然後代表這個展覽成不成功 這個並不代表是完全對的思維 因為人數的多寡不代表這個 這個城市有沒有被改變 因為我們常說城市的策展展覽 最重要最重要是後續的效應 不是大家來晃一下就結束了 那這個效應之後還會有一些更多的發酵作用 或者是值得觀看的是在明年後年 延續在連續三年的時候還會產生什麼事情 那在城市策展裡面 我記得在2008年有一個蠻重要的一個展覽 雖然是一個很年輕的團隊 一群設計師加上那個 Archicad就是我們大家都知道的一個建築網站 他們辦了一個自發型的辦了一個展覽叫Sketch Art 然後它企圖從設計師 以前在做設計師的所有的作品展覽 開始變成手稿的連展 那這手稿連展基本上最重要的概念是 我們在做展覽很直接的最好能夠切一個切面 到底你希望把這個設計用什麼樣的表現形式展現出來 那Sketch Up上個禮拜跟各位談過 基本上是用手稿的概念來展現整個設計之間的關係 所以可以看得到這個Sketch Up當初引起了很多很多年輕人的重視 雖然是一個小小的展示節合在一起 所以有非常多的年輕人在這個時候突然看到了設計產業裡面 還有建築師這一塊 建築師在他的手稿裡面怎麼表現他自己的思維 那我們常常說設計基本上是一個representation 是一個在線的過程 所以在線的過程常常是看你用的工具跟媒介 那Sketch Up基本上的在線過程 是用一個手的方式來表現 那這是一種 那我們常說展覽有非常多種不同的表現方式 當他做representation的時候 還有另外一種是說 所以一種是手寫 手畫 一種是說這件事情 那這件事情在台灣最近的兩三年也開始回應了世界上的一些不同的活動 那上個禮拜也跟各位談到在學學文創 其實在三年前開始辦了一個叫做Petcher Kuchanai 那如果大家都知道應該大家都熟悉什麼叫Petcher Kuchanai 那基本上是在我們所裡面的銀心常常在做的是這件事情 基本上他是從聊天開始 所以呢 展覽最近有一個很有意思的事情是 讓很formal的以前很formal的動作 經過一個行動讓他變成unformal 讓他不要那麼的正式 那這個formalunformal這件事情不小心就會流入非常世俗 魅俗的一種節慶活動 所以如何在非世俗的狀態 非常平常的狀態 還能夠建構一個很正式的論述精神 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一個思考 為什麼要跟各位談這個事情 是未來大家在策展的時候 常常會碰到說你的對象是誰 你展覽的人或者是城市行動的人 他的站在台上的人這些人是誰 站在台下的人這些人是誰 他們中間的溝通 communication 像現在所有的展覽公司 或是展覽的方式 第一件事情就在談communication 溝通 你的溝通的對象到底落在哪裡 那台灣比較可惜的 就是我剛剛提到的 台灣的可惜的東西 把溝通的對象常常是 一群專業的精英 對著另外一群完全非專業的庶民 那這個庶民呢 政府機關或者幾個大的工部門做的活動 常常是在站在上面的精英跟庶民之間 缺少做一條連接的線 也就是說你常常找一堆 你只要觀看台灣的叫做設計博覽 每一年都有 你會發覺設計的人永遠在展他的設計作品 看的人走馬看花 完全沒有一個溝通的一條線 那Pitchakucha其實是一個非常有意思 就是說這個策展基本上不是策展content 不是策展一個內容 他所謂策展的概念 那個行動是策展一個遊戲規則 那這個遊戲規則我個人認為非常重要 也就是你身為一個策展人 你常常要有一個dogma 你開始在做這個策展的時候 你不一定要去影響每一個設計 或每個設計領域的內容到底是什麼 可是你可以做一件事情 你不一定要設計展場 你不一定要設計一個 好像有一點點概念的一種空間氛圍 倒不一定是 你在設計的時候可以做一件事情 是你可以設計一個遊戲規則 讓那個遊戲規則可以產生某一種狀態 那這個狀態是我認為 在所謂的策展程式行動裡面非常重要 那Pitchakucha基本上就是在這樣的一個分圍裡面 他基本上做的事情可以遍佈到各個不同的 最大的行動 最大的團體也可以到最小的單位 他所做的事情其實是來自於一個聊天的概念 讓設計師們在各種不同的chemistry 化學作用裡面 背後有一個設計 他的遊戲規則的機制 這設計遊戲規則的機制大家都很清楚 他每一次每一季就會開始找一群設計師 他唯一的設計規則其實是從20張投影片 跟20秒為一個故事的開始 然後因為有這個遊戲規則 他會產生某一種化學作用的基礎 這化學作用的基礎 他就可以因為每個設計師進去的時候發酵 然後從一個簡單的聊天 平常的聊天非常庶民的觀念 或者非常精英的溝通的這兩條線 拉一條基礎 讓設計師能夠在400秒 20x20的400秒裡面 建構一個他自己的認數 這個認數呢 因為他的遊戲規則讓主辦單位不用怕 不用怕什麼 不用怕來的人 他如果開始離開那個狀況之外的話 在20x20之內很快的400秒就過去了 可以緊接下一個 所以他有一個遊戲規則是在訂定一個完整的dogma 那最後他只要在pecha kucha 9的每一季 每一次要辦的時候 做一件事情就夠了 做一次主題的選擇 就是我要找哪些人 或是我要定義什麼主題 定義一個主題他就往前走 就go ahead 那這也是策展的一種很重要很重要的一種觀念 也就是說策展有時候展覽或是行動不要把它做死 你不要以為你做的事情 你想要認數一個完整的概念就把它做掉了 那做掉了以後 它比較少了一點叫做化學作用 或少了一點點未來可以發展的發展性 所以我們常常說 其實我們在設計很多很多的展覽 行動的時候 最重要都在想未來 下一次下兩次下三次 還有現在想什麼 想未來那個擴張性到底它的機會在哪裡 而且在這個擴張性裡面如何不要跑掉 不要離開原來的這個遊戲規則 那這個是用口說的方式來建構一個 Petra Kucha Night的關係 跟剛剛的Sketch Up很不一樣 那Sketch Up手寫的Re-Presentation 跟口說的Re-Presentation 它有點點離開了我們以前常常看到的 叫做完整的作品展 它大概都是一個切面 手繪的切面是用一種單一的媒材 來做這個事情 Petra Kucha的切面是橫向的 是讓那個多樣化 在那個空間的狀態能夠產生 那雖然是一個兩個大家耳熟能詳 很簡單的一個展覽 或者是行動 可是你們大概都要了解說 它背後的某一種mechanism 某一種機制 那這個機制到你未來你如果有機會 想要在都市裡面去創造一個策展 你希望怎麼做 第三件事情就是2006年到2010年 我這邊寫錯了 其實今年開始的粉樂丁 那大家都知道粉樂丁 基本上是建構一個叫做城市的策展 我們等一下會跟各位談一個 另外一種叫做城鄉的展覽 城市跟城鄉非常非常不一樣 所以如果當你今天要變成一個 城市行動的時候 你要第一個知道 這個城市本身的本質 它的背後的context是什麼 你希望這個context怎麼被work out 那這兩個極端 如果今天談到等一下 今天現在談到本樂丁 等一下會跟各位談到的日本 日本的兩個展覽 一個展覽叫做賴戶內海的三年藝術季 還有另外一個是 突然忘記他名字 另外一個藝術季 都是在城鄉 在一個非常蕭條的農業的風貌裡面去創造的 跟現在在一個城市 非常集中在東區的創造是非常不一樣的 那在東區的這個藝術展 最重要最重要它所建構的是一個類美術館的一個活動 那這個類美術館 基本上它最重要的活動 它把它稱為叫做粉樂丁 那這粉樂丁呢 所創造的是一個叫做東區的商業文化 希望能夠創造一個叫做Urban Corner 那在這裡面呢我認為重要的幾件事情 是他們的當初策展人所建構出來的論述 它的論述跟米蘭家具展非常像 它的基本上的論述是從 可是米蘭家具展一做就是平鋪在整個城市 台北還沒有到一整個城市的一個概念 所以它是從商業的世界開始 所以它當初所有策展人所定義的一個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概念是從商業 數位跟藝術結合在一起 另外一個非常重要的是 在所有在策展裡面很重要的一個關係 都要訂定你要所做的一個叫做Location 跟Boundary 你到底在什麼範圍裡面 你的範圍裡面所建構的那個系統到底是什麼 背後的系統是什麼 那粉樂丁所建構的系統是 它開始從哪裡開始 從台北市比較密集的一個城市的一個交通設施開始 它以捷運站跟幾條重要的馬路為起點 然後開始set up到巷子裡面的corner 那在一個非常商業跟 跟這個高密度的一個都飛去裡面 建構一個多元的地圖 所以在這裡面 粉樂丁最重要的狀態其實是 開始要選擇所有的藝術家 而且這個藝術家基本上都年輕的 非常非常年輕的藝術家 還沒有進入叫做FOMO的Museum 正式的美術館的這群藝術家們 然後呢來跟所謂的商業 跟各種不同的店結合 那最重要的是它想要呈現的是一個 Metropolitan的Lifestyle 就是一個都會的一個個性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粉樂丁 從開始的海報的概念 到這個Pixel的這個海報的字 到它做出來的叫做粉樂丁的一個 一個Pixel它的地圖 都其實是建構一個 所謂的都會的一個空間的狀態 那我們大概可以理解 這種都會的空間狀態 有一件事情是 它開始讓所有的藝術跟商業 要結合在一起的時候 它有一條線基本上是 讓藝術不要那麼的高 讓所有東西變得非常非常的輕鬆而快樂 那這種吊吊 你可以知道雖然粉樂丁四年下來 你好像看不到它到底成就了什麼事情 可是你也可以看得到它連續的四年 其實影響了非常多的層面 在暗的裡面 比如說我上次跟各位談 他在都市台北市每一年的這個叫做 城市景觀大獎 在每一年的大獎的時候 他到2008年 2007還2008 終於拿到那個大獎 那個時候曾經做過一個非常大的討論 上次好像跟各位講過 就是在這大獎裡面 城市設計 突然被 本來被 台北市政務定義為一個 叫做固定的城市設計 有留下來的城市設計 可能粉樂丁 三個禮拜以後就不見了 然後那個時候呢 我們有幾位評審 極力的來推薦 要讓粉樂丁變成一個 Uban Design的一個category 後來他在那一年 拿到那一年的最大的獎 自從粉樂丁之後 如果你仔細去觀察 台北市的都市景觀大獎 2008、2009 到今年最重要 今年的2010年 幾乎都市設計大獎裡面 有40%到50% 都是屬於叫做都市策展 包括今年的花博 今年的花博 還有非常多的叫做 城市的一些 一些策展行動 開始變成台北市都市設計大獎的一個 一個很重要很重要的category 你可以想像在四年前 其實在台灣的公部門 所認為的城市設計裡面 是不包括這一項的 他們認為 Temporary的Uban Action 其實不屬於Uban Design 那你還可以看到另外一點是 這樣的都市策展的調性 開始在台北市發酵之後 非常明顯的看到今年的選舉 今年的選舉 有叫做粉紅襯衫選舉 就是開始有人把政治的整個 對於都市的觀點 拉到另外一種 一種新的氛圍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今年的蘇貞昌 基本上不談政治 把所有的東西掛回 掛回叫做城市的 Lifestyle的觀念 當然 這樣子一個事情 到底是真的還假的 沒人知道 可是你可以知道 政治其實在某一種程度上 在這四年台北市的 這種各種不同的都市策展的方向以後 直接的影響了政治 那我們常常說 所有所有的城市 所有的城市裡面所要關注的事情 當它今天從各種不同的城市 影響到政治的根源之後 其實這個城市的運動才會開始發酵 要不然是無動於衷 那實際上這個事情可以看得到 它開始慢慢在發酵 然後它開始在城市裡面 有一個叫做城市地圖 那城市地圖非常有意思是 每一個人都有權利去畫 他自己的城市地圖 可是呢你要畫出你自己 好的城市地圖 你的策展觀念要非常非常強 那這個是剛開始粉樂廳 從一個最小的地方開始發散 那我們可以看到 這樣子的一個城市地圖 在各個所謂的完整的Metropolitan 實際上你都可以找到 非常多的這種Map 包括東京設計街 包括倫敦百分百設計街 包括米蘭 包括幾個Metropolitan 幾乎在我們看到的 除了叫做美食地圖 觀光地圖以外 你都可以看到另外一種 新的跟藝術跟設計 創作的另外一個版圖 那這個事情在台北 也是在這五年才發生 在五年之前 這件事情還不成為一個叫做Map 之間的關係 那你可以看到整個的調性 我們想不要多講 之後我們可以看到到 整個城市行動 其實都是在差不多2006年 2007年開始 那2007年到現在 這四年裡面還有一個 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發生 我不曉得大家清楚 應該大家都聽過 2007年開始有一個叫做 台灣設計四周 台灣有幾個重要的 延續性的展覽 這個展覽呢 如果你們大家有空 有興趣 我建議你們每一年持續觀察 那個展覽它會有一些 各種不同的 每一年發展的時候的軸線變化 那固定的展覽 第一個展覽是 叫做台創 台灣創意中心 它每一年辦了兩個展覽 一個展覽在一年的當中 差不多五月的時候 辦了一個 在年輕人心目中裡面 非常重要的一個展覽 叫新一代設計展 然後是新一代設計展的落點 落在世貿 那大概是現在所有設計行業 設計學門領域各個大學生 最重視的一個展覽 也是各個學校最重視的一個展覽 那這個展覽還不是叫做buyer 他在世貿 雖然他在世貿做 雖然他在做新一代設計展 所以 可是呢 現在去參觀的人都是一般民眾 還有年輕學設計的人 那這個新一代設計展 已經非常非常受重視的原因是 他現在最受什麼重視 受各個學校自己的重視 還沒跨出去喔 還在學校裡面 他為什麼受學校的重視 就是每一個學校現在太多太多的私立學校 很多科系都招不到學生 然後他要招到學生 就是大量的在這四年當中 五年當中成立的叫做設計學院 或者我們稱為叫做文化創意 或是創意學院 他在這樣一個創意跟設計 為主流的狀態裡面 每個學校都希望 在新一代設計展裡面能夠拿到獎 能夠做出非常非常棒的 空間的氛圍 讓他的學校的credit 跟別的學校開始拉起來 所以你只要注意看 每一年的新一代設計展的 各個學校 在著力於他的學校的這個設計科系 所謂的展場跟論述 你會發覺每一年都有校長 每一年的校長是 看看哪一個學校 他對於這個設計學院 或是設計科系的重視 那你不要只是去看看各個作品 最重要看的是 看這個校長之間的關係 還有各個學校 開始怎麼建構起他們自己學校的論述 有的是把它做得非常非常大 可是沒有論述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那個裡面的 產生的氛圍 這個叫做設計四周 可是很可惜的一點 如果你們大家有注意到 或者有一些細節有關心到的話 你會發覺新一代設計展裡面 不包括建築 裡面有graphic design 有industrial design 有interior design 就是沒有architectural design architectural design 只有幾個學校 而且幾個學校大部分都是科技大學 或技術學院 才會加入在一個叫做設計學院裡面 一些建築系才進到這個 新一代設計展包括實踐的建築系 有 因為他們是在整個設計學院裡面進駐的 那很多學校沒有 你從來不會在裡面看到東海建築系 城大建築系 中原建築系 從來不會看到 原因是什麼 原因是 第一個 建築這個航門在台灣 有一個非常非常奇怪的狀態發生 新一代設計展由誰主辦 由台創主辦 台灣創意中心 台灣創意中心它的上署單位是什麼 它上署單位是經濟部 那建築為什麼不掛在經濟部裡面 是因為建築早就被掛在內政部 叫做營建署 建築是把它掛在一個叫做工程學門 所以呢 建築系是直屬營建署 不是系 建築這塊領域直屬營建署 所以當今天營建署開始辦營建署的展覽 開始辦營建署的獎 台灣建築獎的時候 經濟部就不會去搶內政部的業務 所以呢 經濟部在台創新一代設計展以後 它辦了一個叫做國家設計獎 國家設計獎 設計這個領域 而且是國家 以國家為首的這個設計獎 有平面設計 廣告設計 室內設計就是沒有建築設計 那我們常常跟他說 我們一直在跟他建議說 建築不可能 不在設計這個領域裡面 甚至於建築常常是龍頭 因為他是整合所有都市 建築空間各種設計領域 那唯一的一個點就是因為 他被掛在不同的門 不同的台灣的政府部門裡面 那所以在民眾的觀點裡面 認為建築基本上是 一半以上的概念是工程 是營建署的那個工程feel 而不是designfeel 慢慢當然在最近有些改變 可是這個還沒有全面性的改變 所以請大家有很注意的去觀察 這樣的關係 那台灣有三四個部門 是跟設計有一點點關係的 各自花了大筆錢 在做展覽 各自做大筆錢 在做各種不同的promotion 那有三個部門最多錢 一個部門叫做經濟部 就是剛剛講的台創為首的 另外一個部門叫做文建會 文建會是以什麼 以藝術為主的 文建會promote的就是artist artist跟設計最大的不一樣是 artist是art 設計的叫做design 叫做application art 就是應用藝術 所以應用藝術跟 藝術中間還是一條線 所以當今天文建會 今天花一大筆錢 開始在promote在討論的 都是公共藝術類的事情 是藝術家在做的事情 然後經濟部台創是在做 設計是designer之間的事情 一直到這三年才開始有點mix 所以mix是所有人開始 用一個非常虛幻的文字 來把這個東西掛在一起 叫做文創產業 因為它有一個文化 有叫創意 有叫產業 當這個文創產業這幾個字 加在一起的時候 經濟部非常高興 因為產業是它的最重要的開始 經濟部本來就是管台灣的所有產業的開始 所以它把文化創意設計 拉回它的產業為它的主軸 所以台創開始企圖整合這個東西 可是文建會是以文化開始 所以文建會企圖在把這個產業的東西 拉到文建會裡面來 所以文建會在做的叫做地方產業 經濟部在做的叫做生產事業 生產事業包括科技 紡織 紫拉這一類的訪託會這些關係 可是在文建會它所關注的是 大西應該有什麼樣的產業 然後在這個南投會有什麼樣的工藝 手工藝 你知道南投的手工藝是屬文建會的產業 文建會的歸屬 所以這裡面產生一個非常非常奇怪的切分 這個切分最後都少一隻腿 少一隻手 或者是因為它的領導龍頭不太一樣 所創造出來的一個不一樣的一個概念 所以大家 可是最近在mix 所以為什麼要跟大家提這個點是 你們要非常非常注意或是非常非常清楚 我們反而是在另外一塊 我們不屬文建會也不屬經濟部 我們屬叫做營建屬 內政部營建屬 所以這三塊的三角關係 最需要發生的事情是有一個人 或是有一群人 可以把這三件事情變成一件事情 有一群人可以影響到政治 最中心的影響政治 讓政治的人把這三塊變成一件事情 所有的預算合成同一塊 而不是分成不同塊 所以每一年的五六月 有一個叫做新一代設計展 跳過來每一年的年底 一樣有一個叫做台灣創意中心 辦的另外一個 非屬於世貿這種各科系做的那些product的產品 而希望有一個設計的論述 的概念在每一年的年底 所以台創每一年有兩個活動 一個是年中叫做新一代設計展 一個叫年底就是12月馬上到了 一個叫做設計博覽會 那設計博覽會基本上跟新一代設計展 沒有什麼兩樣 最大的不一樣的是 新一代設計展談的都是畢業設計 都是那一年學校剛畢業出來的 新的這些學生們 年輕人所做的東西 設計博覽會變成另外一塊 叫做各個不同的設計產業裡面的一個展覽 可惜的是台創在辦這個設計博覽會的時候 太著迷於要南北平衡 還有著迷於要每一年在各個不同的城市辦 所以前面這幾年連續有三年在台南辦 結果台南辦他們在意什麼 在意有多少20萬人40萬人的民眾 然後開始辦演唱會 開始讓所有的事情變成一個嘉年華 可是反而設計的人根本到不了那裡 或者是沒有興趣到那裡 然後他們就開始變得非常魅俗 那這是我覺得台灣的困境 台灣的所有的設計 當他今天跳到另外一個城市 他的communication沒有抓準的時候 他開始變成魅俗的嘉年華 那是每一年年底的 因為這樣子所以在每一年 有一群人開始不認為 新一代設計展跟設計師 設計博覽會這件事情 跟他所想像的設計跟城市的觀點 是接近的 所以呢開始有一個自發行 本來是一個自發行的活動 叫做設計師週 在2007年就一群 很有心非常有熱情的設計師們 這群設計師不滿於新一代設計展不滿於 這個設計博覽會 所以他們主動的邀請所有的 自己同行同業的人 而且都是很年輕的人 本來自己也去參加 米蘭家具展的這群人 開始接了一個案子 這個案子呢主動去跟文件會申請 由文件會出錢 然後這一群人自發性的跟文件會 拿到一個經費 然後開始在華山辦 他們的自己的展覽 那這個叫做設計師週 所以設計師週他的概念 其實是跟設計博覽會 跟新一代設計展 本來是可以重疊在一起 變成一塊東西 可是他現在是分屬文件會所辦的 跟經濟部的工業司所辦的 台上所辦的關係 那我在相信 因為到最後台灣那麼小 最後換湯不換藥 變成同樣一群設計師 一直在做各種不同的展覽 在消耗 應該這麼說 消耗經費也消耗自己 所以我認為大概在 今年 明年 後年 大概這三年之間 這幾個展覽會開始有一個 叫做整合效應 開始會整合在一起 因為都是同一批人在做 年輕的設計師也因為他自己的努力 所以他們也開始有他們的 經驗 有他的經驗 有他的叫做鏈結關係 所以開始變成一種新的 新的一種 一種community 那這個community 未來你們就是在這一群裡面 你們在未來所join的 在這一塊裡面 你們會常常碰到 可是跟大家提醒一下 很可惜的是 建築現在是在外面的 建築不在裡面 所以大家現在雖然念建築所 大家現在從事的是設計最重要最重要的一個 Hardcore 的Design Field 可是 如果是設計師之後 基本上你都還不會在那個圈圈裡面 你還是在外面 因為他們的整個grouping裡面 還沒有那麼多 所以學建築的人來參與 可是呢 因為他從文建會開始 在華山 所以開始有些藝術家 開始跟這些設計師整合在一起 那你可以看得到他們每一年的論述 非常非常有意思的 是開始 先從 Let's talk 是2007年 開始他們自發行的開始 慢慢慢慢的到 去年 叫sharing 到今年開始 是希望能夠有一些 叫做用心 最有意思的 2001年 2001年 設計師週 他的主題叫做care i care ok 可是 新一代設計展 辦了一個展覽 這個展覽叫做什麼 叫做散設計 你不曉得什麼就是散設計 聽起來名字好怪 很難聽 可是他背後是什麼 他背後散設計是說 他們從新一代設計展裡面 要找到 所有的設計不是他的style 很漂亮 或是很新 而是新一代設計展 經由散設計的主題 由台創辦這個評審 是要選一些 真正對於社會的某種族群 或某一種人 有幫助的一個design 也就是這個design 其實是跟人有關的 有human touch 當今天 2010年經濟部 台創做了一個叫散設計 2010年的設計師 做了一個叫做care i care 我認為 這兩群人開始變成同一群人 這兩群人開始有同樣一個概念 在做同樣一件事情 所以呢 其實在做策展的論述非常有意思 是 你不小心就會跟別人完全都一樣 那你怎麼再從 一樣的那個狀態再開始切出去 變成你自己的觀念 那個要有時候要很小心 有時候你會發覺 其實怎麼大家換湯不換藥 就要統談同樣的一個關係 那大家如果有興趣 每一年也差不多六七月的時候 關注一下設計師周 這個自發性的那個觀念 讓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care i care 基本上所談的事情 其實跟今年的三設計幾乎是一樣的 是在談跟人之間的關係 跟地之間的關係 包括對很多很多的handicap 你怎麼去做設計 我最記得今年的好多設計很好玩 是如何讓失明的人量體重 那個體重機是讓看不到的人去量 你看不到你的體重 所以你要開始用什麼設計 讓失明的人可以量體重 可以做什麼什麼事情 所以很多很多的設計從那裡面出來的 那我比較特別喜歡的是 今年的 這個台北設計師周的海報跟導覽手冊 他們的海報跟導覽手冊 今年做了一個蠻重要的一個設計 這個設計是一個藝術家所做的 這藝術家的設計是他的海報 有N個版本 每一張海報都不一樣 那這個N的版本 這個概念非常非常有意思 他的海報就是 那個三設計的那個 跟care i care那個心 還有他們的這個設計師節的幾個字 全部疊在一起 這個的辨識度非常差 所以我不見得覺得這個設計 是一個好的完整的設計 可是概念非常有意思 這概念是讓他把這些東西 全部疊在一起的時候 你可以看得到有N張不同的海報 每一張海報都在同樣的一些 他們的概念裡面所呈現出來 一直重疊一直重疊 每一張海報都在重疊那個 那個創意跟什麼 design這個字的關係 那我喜歡那個概念 我不是很喜歡這個海報的版型 就是字疊在一起的時候 要幹嘛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每一張都不一樣 每一張都在用字的pixel去疊 可是我覺得同樣的概念 如果你去想這個事情 每一張都要不一樣的海報 每一張海報是經過各種不同的 translation representation 所呈現出來的 20張不同的海報的時候 這個概念我覺得很棒 可是這個概念最後被呈現到這裡的時候 我覺得它只是一個開始 所以我喜歡的是這個概念 我不是非常喜歡最後的這個結果 可是我覺得這個概念讓這個整個 你如果再回去看 創意中心的海報跟這個海報 你就發覺它很大的不一樣 這個海報背後有一個meaning 有一個想要做的那個texture 就是海報它的概念是存在的 你如果去看新一代設計展 那個海報就是畫得漂漂亮亮的 就是一張漂漂亮亮的海報 然後有幾個東西的collage在一起 有一個概念 所以這個其實這個海報 讓我想到的是 上次跟你們大家看的時候 王大宏的那兩張海報 王志宏做的 一張是王大宏 Gropius寫給王大宏的一封信 一個是在每一年有個年表 有個年表打了很多點 那當你今天去看到這些海報的時候 你大概可以看得到 是哪一種人介入這些展覽 那個展覽的真正的核心是在誰手上 那我認為設計師姐她的動作很快 她在四年內已經跑到一個 開始可以發展很多很多 新的論述性的一個概念 那非常值得觀察 然後他們主要的連展都在哪裡 都在華山藝文特區 講到這個我就會跟大家提醒 所以明年寒假一過後 我們交大就每一年都會有個慣例 就會開始辦展覽 辦展覽其實是對你們來講 是一個很好的訓練 我非常非常建議大家 不要放棄任何一個策展的機會 那如果有機會 明年二月三月一開學 還是要在交大做一個展覽的時候 我認為如果大家有興趣 其實應該組一個團隊 跳起來做策展 為我們自己所做策展 因為策展要好多次你才會有經驗 你知道你的communication 你的對象是什麼 我看到台灣的這個建築的展覽 畢業設計展都是白花力氣的 就是每一次展 你看到N個建築的展覽 在他打在華山展完就完了 沒什麼就是一堆模型然後大拜拜 大部分都是自己帶著自己的女朋友 炫耀一下然後帶著自己家長 告訴他說為什麼熬夜熬了五年 那麼辛苦 就是拍拍照然後幾個人 就這樣子 That's all 沒有什麼特別的影響力 那我覺得建築展有這麼多 何其多的建築展 從波皮寮到華山到台中到台南都有 可是我幾乎記不起任何任何的建築展 那我覺得這個資源的消耗是很可怕的 那你可以知道說 大家沒有把那件事情當作一回事 大家只是覺得慣例 我們今年沒有展覽也怪怪的 所以就讓它這樣過去 可是你要想想 如果那是一次機會 如果你在學校裡面 兩三年有機會做策展的機會跟能力 反正錯了就錯了 再怎麼樣都比以前好 你要這樣想 所以你就可以跳進去做一做 你會發覺你以後再下來就會 就會有很不一樣的一個概念 就像我講的 當你今天開始在做很多很多的小練習的時候 心想事成 我覺得相信這件事情 當你心裡很早已經在想它 總有一天它就會跑來找你 這是一定的 你那沒有想它它永遠不會找你 比如說我舉個例子 我在今年的五月的時候 幫今年的全國室內設計的科系 就全國的室內設計系 出了一個題目 給全部的室內設計系來做鏡圖 那個鏡圖我就在想一件事情 我要做叫Reunion Box Reunion Box是每一個給它一個size 像貨櫃一樣的size 總共有五百件作品 是來自於全國的室內設計 然後那個時候我給它一個box的大小 然後我稱為叫Reunion 就是讓所有的box都在一起 所以每一個人做一個box 只有五百個box 可以形成一件事情 後來我去看其實做的好的真的不多 五百件作品幾乎一個都沒有 我不能這樣說 因為還是有第一名 就是有幾個有抓到一些重點 可是真的touch到的那個觀念還是沒有 因為當五百件在一起的時候 它應該形成一種新的地景觀 或者新的一種同樣一個size 它應該在多樣化裡面有一些新的論述 沒有 我心裡在想這個事 當我今天五月在想這個事的時候 昨天晚上接到一通電話 接到電話是告訴我說 明年的二月 在彰化有一個展覽叫做80個貨櫃 每一個貨櫃要變成一個box 要變成一個大的landscape 在幾公頃的地上面 要做一個貨櫃展 那那件事情就跑出來 我也不曉得為什麼跑出來 他也不曉得 我有做過叫做reunionbox的題目 然後他就說 是不是有機會可以開始做一個策展 開始把80個貨櫃變成一件事情 我在想想 如果我有時間 我可能沒有時間 如果我有時間 我覺得我會非常非常努力的想要去做這個事情 因為跟 他是一個鏈結 他是二月鏈結到 明年的二月鏈結到今年的五月 我心裡在想 那個reunionbox到底是什麼 這件事情 所以 很好玩的是說 當今天 昨天我接到那個電話之前 的五個月 我曾經腦子閃過 我要做那件事情 如果說 你今天希望在你的畢業之後的三年 五年後 能夠做一件什麼事情的話 你最好從今天就開始想 你最好從今天就開始做 然後呢 你有絕對多的機會可以去做這樣子一個 叫做主題連展 這個連展剛開始 都是我們所有的學生連展之間的狀態 那這是題外話 我會希望 大家能夠在這件事情 如果有興趣的人 可以直接開始 海北市 因為 剛剛講的文建會 因為剛剛講的文建會的公共藝術 培養了很多公共藝術家 可是這個公共藝術家 有成熟的 有完全不成熟的 公共藝術家 因為上次跟各位談到的中泰建設 開始在城市裡面 有一些新的叫做property 有新的地點 可以開始 資源可以開始做展覽 開始有所謂的designer 設計師們 可以去做各種不同的城市的 新論述 比如說粉樂丁 慢慢的可以從大型的公部門 開始變成 又回到小型的狀態 那今年 我會跟各位談這幾個案子 今年在 2010年 台北景觀設計 都市景觀大賽裡面 拿到的獎 基本上這些獎都非常好玩 都是小小的 策展 那這些小小的策展 大概在三個禮拜前 跟我們加大大曾經做過一個 很好的一個座談會 在台北 我們所裡面參加的很少 那這個人叫胡朝聖 胡朝聖這個人的開始 他最出名的開始 從粉樂丁開始 他到富邦文教基金會 幫忙辦的其中一屆 2008年的粉樂丁 之後到2010年的現在 他開始幫很多很多的 私部門 也就是房地產公司 還有一些基金會 辦了很多的展覽 然後最近都拿到一些獎 其中幾個獎比較重要的 其實是 他設計的一個叫做 藝術在何左右 那這個獎 我會跟各位 這個展 這個策展活動 我會跟各位談一件事情 基本上他是文建會 從文建會的藝術 加公共藝術的概念 一筆大經費的概念 訓練完以後的開始 從市部門開始 所以要跟市部門拿一筆錢 他做了什麼事情 他做了邀請藝術家 第二個他做了社區活動 他在每一個區域裡面 都希望能夠跟社區 產生某種活動的關係 他開始 讓藝術家 開始做一些叫做行動 跟展覽在基地裡面 那個時候 胡超勝跟我說 他說他心裡面 希望這個策展的概念 能夠延續 差不多兩三年至少 然後呢 他就訂了一個 自己心裡面的 他那時候只有一個案子 就是這個案子 他訂了一個叫做在什麼什麼左右 就開始 所以呢 他第一個開始在一個橋 一個河旁邊 所以他開始訂了一個叫做在山左右 那其實是他訂了這個左右以後 他開始建構了另外幾件事情是 在今年又變了一個叫做在山左右 再過來是在光左右 然後都是在什麼什麼左右 那對他來講這是一個series 這是一個連續劇 可是呢 當他今天在寫在河左右的時候 在山跟在光都還沒出現 他只是在他心裡面 他認為這三件事情要成為一套 所以這一套 他就開始把他心裡面的藝術家 先做切分 讓他自己心裡面的 因為你知道 當你要做策展人 你最重要的一個觀點是 你還沒有任何project的時候 你要觀察或是熟知 可能跟你不認識的所有藝術家 現在在幹嘛 你心裡面要 必須要幫他做一些分類 所謂的分類是 你要知道 你以後要做展覽的時候 這個人 每一個人的特色 他能夠做什麼事 所以胡曹盛很早就在做這個事情 所以他把所有的 藝術家的版圖鋪開來以後 他開始定義每一個人可以做什麼事以後 他開始在心裡面設一個主軸 在什麼什麼左右 那這藝術家呢 一批一批出現 這批一批出現不是遇到才出現 是坑開始就出現 然後他剛開始第一個 碰到的關係 他開始做了幾件事情 叫做都市反轉 這個都市反轉 基本上是 本來是政府在做的事情 本來是在馬英九 文化局跟都發局 在五年前在做的事情 是叫做都市的西轉 從東區轉到西區 現在的花博是從西區轉到北區 然後呢他們這些藝術家 在做這個策展的時候 是從市區轉到 台北市的邊緣區 所以這個邊緣區 開始反轉的時候 是跟社區 跟水岸跟橋 開始發展起 然後他有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個叫做種子計畫 策展或策展行動 蠻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你要set up你的種子計畫 你要知道 你這個展覽做完之後的哪一群人 開始可以發酵到另外一邊去 他不是做完就做完了 你如果所有的案子 都是在找大師來做展覽 然後你沒有種子計畫的話 那大師做完以後就走人了 所以他並沒有具有持續性 所以你如何在這個策展 開始發展出你自己的持續性 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發覺這個都市策展計畫 其實他稱為叫做地景計畫 這個非常非常有意思 這地景計畫 胡朝聖是受到什麼影響 他是受到日本 最近的這十年 做了四次的三連展 那這三連展在新洩區 叫月後七友 就是我剛剛忘記的那個名字 月後七友 他去做了月後七友的三連展的觀察之後 他認為展覽除了城市運動 我們稱為叫做粉樂丁 那種叫做城市商業運動以外 還有另外一個新的運動 叫做地景運動 地景運動要做的是什麼 是跑到城鄉 跑到比較邊郊的地方來做事情 所以胡朝聖直接從粉樂丁的 這種都市商業的觀念裡面 跳到另外一邊去 他稱為叫做地景計畫 那這個地景計畫 第一個當然是在河左右 再過來這個計畫延續三年 所以他在這個地景計畫裡面 第一件事情是開始做一座橋 跟連接橋的兩邊的河岸 再加上河岸後面的社區 就是這個非常非常 看起來是小小一個計畫 可是那個版圖是龐大的 他是跨越了一條橋跟兩個河堤線 跟旁邊的小學跟社區的觀點 這事情本來應該是學建築 或是學城市人在做 那後來這件事情是一個藝術家 他開始從他的策展經驗 然後跟一些私的私部門 房產公司開始建立出來的一個 一個新的概念 這樣的概念以後他開始 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再三左右 再三左右另外一件事情很好玩的是 這個社區是比較邊邊 知道這個案子的人情緒少 都不太知道 有一兩位 在河左右再三左右 他其實中間只有一年 然後這個案子基本上是在一個山邊 一個河溝的旁邊 旁邊還有很多老的房子 社區的房子 然後他做了一件事情是 讓這個找了日本人找了幾個 也有台灣人當然還有西方的人 來做這個計畫 其中一個日本的老的一個女藝術家 做的是河堤下面 她在那個河堤裡面噴霧 那個案子非常非常棒 讓再三左右 今年拿到今年的都市警官獎 然後呢 這個裡面還有一個設計師 非常好玩的是 胡朝聖本來就非常非常 著迷於有一個叫紅球計畫的藝術家 這藝術家呢 永遠就做了一個非常非常大的紅球 這紅球呢到哪裡的時候 他就把它吹大 吹大以後呢 開始走在那個城市的街道 跟警官裡面 然後開始產生一種新的效應 那這是他這個計畫本來這個 大紅球在紐約所建構出來的 一種新的空間的chemistry 我很喜歡這個藝術家很簡單 可是這個紅球所做的事情 就是我最有興趣的 叫做如何測量一個城市 你今天要去major一個城市 或一個場所的時候 你常常會加一個戒指裡面 戒指進去你才會辦法測量 如果大家記得 在我們上次談到地景的時候 談到一個crystal 他做了一個帆布 做了幾個鴻門在central park 如何用一件事情介入的 在測量一個城市之間的關係 那這個紅球計畫 這個藝術家就是做一個非常非常大的紅球 然後開始建構要跟台北的這個地方 有個叫做台北的六日計畫 然後那個六日計畫就是開始 這個紅球跑到台北的各地 來跟這個各地 並不是在各個地方蓋一個東西 而是各個地方只用這個紅球 來跟它產生關係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 一個城市策展計畫 一個我自己個人還蠻喜歡的一個狀態 那如何把這個也稱為是叫做地景計畫 地景計畫跟我們的真的不太一樣 藝術家所謂的地景計畫 跟我們所建築的人的地景畫就不太一樣 我們的地景計畫總是會建構 花了好多錢去建構一個什麼東西 可是藝術家他其實在做這個地景計畫的時候 他其實用非常非常簡單的觀點 來重新represent 重新measuring 就是在測量這樣子一個基地的概念 那這個地景計畫都是在 在 胡朝聖所做的這幾個藝術家所做的事情 第三個東西 胡朝聖在另外一個 延續原來他的 中泰建設的明日博物館裡面 他在 這個 這個 內湖的一塊空地 做了一個藝術家是他的朋友 這個朋友每一天白天 起床的時候就在耕作 然後下雨的時候就在讀書 所以他就在那邊蓋一個房子 那個藝術家像關在監牢裡面 一個房子站在一個大農田上面 然後下雨的時候就躲在裡面念書 然後不下雨的時候就跑到外面來耕田 那叫情耕與毒 然後那是一個叫做行動藝術展 這行動藝術展如果你三個禮拜前有參加 參加我們交大在URS台北的Urban Code的對談 就會聽到另外一個拱卓君 他介紹了另外一個行動藝術 行動藝術家所做的事情跟裝置藝術家真的很不一樣 行動藝術家做的事情是一種紀錄 一種measuring 那這個measuring呢 大家如果有興趣其實也可以去重新觀察 從最早以前的我們就稱為叫做地景裝置 非常hardcore的蓋一個東西 到後來找藝術家來做一個叫做公共藝術 藝術的一個概念 到後來有一種人叫做行動藝術 就是自己用身體 用body來routine的做這個紀錄 這三種完全不同的表現形式 可是三種對我們來講都叫做地景藝術 都是在做某一種地景 只是三種的所產生的那個效益不太一樣 那對你們來講如果你們對這件事情有興趣 其實你們要多多了解 這幾個不同的媒介 所謂行動藝術家跟地景藝術家 跟裝置藝術家跟我們的建築師 他所認知的事情有什麼不一樣 所以情根與毒基本上是一種叫做行為藝術 開始這個行為藝術改變了什麼 改變了叫做地景 所以它變成叫做情根與毒 基本上情根與毒我喜歡這個狀態 這個狀態是跟節氣有關係 第二件事情跟動作有關係 跟body有關係 第三件事情跟feel 跟那個領域有關係 所以這三件事情形構出了那個情根與毒的那個狀態 後來情根與毒做了一個短暫的行為藝術展之後 開始就換成最近才結束的一個展 也是在今年到都市設計大獎 叫做封看見光 封看見光應該就很多人知道吧 知道封看見光的人情句是嗎 也差不多三四個而已 封看見光就是在那個大農田 開始挖了一個大的池子 這個池子找一個日本的裝置藝術家 做了幾個封車去的跟池子的反射 所以是在跟封產生關係 然後封看見光 這個案子也是胡超勝策展 基本上是他的在山左右 在水左右 在光左右的中間的一個作品 在光左右之後還會繼續發展出來 那這些所有的作品 基本上的策展人不是我們這種人 是藝術家 我們在做策展跟他們在策展 有一點點不太一樣的是 一種是概念性的展覽 一種是空間性的展覽 那概念性的展覽跟空間性的展覽 以後慢慢慢慢會做一個很簡單的對話 那這就是晴庚與獨的這塊地 蓋了一個藝術家躲在裡面 讀書跟外面種田的這樣子一個案子 現在已經不存在了 這樣子的一個空間概念 然後在都市裡面發生 旁邊全部都是內湖的一些高樓 不是內湖 大直的一些高樓的概念 那我自己會講我自己的一個作品 這個作品其實是同時面對胡朝聖 他在做這些所謂的叫做公共藝術家 來做的策展有行為有動作的時候 我總是在想那我們這些人在做什麼 我們這些人是處於空間設計的人 我們不是跟藝術家的背景不一樣 那我在今年的7月 很偶然的因素接到一個案子 他以前我還在當建築師的時候 都在叫我做接待中心 後來他還想叫我做接待中心 我說我不想再做接待中心了 所以他就開始有塊很大的地 然後說那你怎麼辦 那我就說我想做策展人 那因為我跟他講說 我其實認為扮演策展人 是我的另外一個自己覺得好玩的事情 那這個部分呢 比較能夠改變都市 所以我認為在都市策展 如果說藝術家是在呈現一種measuring 或者一種叫做representation 再現一個東西的話 我個人覺得我如果跟胡朝聖有所區別的話 我會想要在這個策展裡面 做比較多的involving 就是介入 就是當今天藝術家是在做他個人的represent的狀態 讓別人來欣賞的時候 或者藝術家自己在介入的時候 我反而希望做一個策展 讓別人來介入 來interview這樣子的事情 所以我就在這個時候做了一個東西 好不容易的勤美在文化基金會 他們在台中有塊地 在全國飯店跟勤美成品中間的一塊大空地 這大空地剛好在綠廊道邊邊 綠圓道 所以台中有一個非常非常棒的綠圓道 綠圓道邊邊有個勤美成品 有個全國飯店 中間那塊空地到底要幹嘛 原來那塊地有三個房子 這三個房子叫做道合小學 三個舊舊的房子 那時候找我做的時候我就說好 那我想扮演一個叫做策展人 然後我希望做的第一件事情 做一個叫做master plan 總體的總體規劃 可是我希望這個規劃呢 不是一個後來成型的東西 我想做一半就好 我想踏第一步就好 可是這個第一步踏出去的時候 我希望在未來的兩年三年內 這個第一步能夠讓旁邊綠圓道 讓活動開始產生介入的氛圍 讓所有人都可以進來 甚至於所有人可以重新represent這塊地 而不是藝術家來represent這塊地 所以呢 那個時候我就找了David 找了一個叫做Citycraft 台中 我們當做一個叫做空間規劃 那那個時候剛好在七月 所以我找了另外一個曾偉 都是交大的 我找了曾偉 因為他那時候剛好八月要去威尼斯 我說你在威尼斯做一個展規 你為什麼不在台北 台中在台灣自己做了一個展規 遙望威尼斯 然後兩個東西開始能夠重新建構 所以我邀請了一個曾偉 他在威尼斯做一個叫take a break 所以我說那你在這邊做了另外一件事情 叫take a breath 就是一邊是在休息一邊在呼吸 然後兩個連在一起 那曾偉就覺得很好玩 他就說他願意join 所以那個時候我就身為策展人 把他介紹給其美成品 那另外一個呢 我又找了Archicat 來做一個室內的展 叫做Archigreen 那這個Archigreen 當然他剛開始不是要做Archigreen 他剛開始要做另外一件事情 那後來Archigreen是因為其美成品 希望他能夠先從green開始 所以他才做Archigreen 所以原來Archigreen所策展本來要找十幾個建築師 每一個人做一個box 來呈現建築的某些事情 後來這件事情在這邊不成立之後 Archigreen他也不會放棄 所以他在上上個月的時候 上個月來上上個月的時候 就在大稻埕就做一個叫Archigreen rock Archigreen rock的確就做了好幾個box 然後讓那個所有的建築師 每一個人做一個box 所以那件事情對Archigreen來講 是第一件事情在這邊沒有做完的 他就在另外一個Archigreen rock裡面做完 那時候對我來講很好玩的是 我第一次開始不是在做一個設計 第一次是在做幾個不同的團隊 每一個團隊都在做一件事情 然後呢我所面臨的任務是 我必須要讓Archigreen 我必須要讓曾偉 我必須要讓晴美成品 未來都在他自己的作品裡面 可以產生化學作用 所以我不能做太多 我只能做第一步 或者是我只能做一個叫做Mastered guideline 或者是說我只能做一個策展的dogma 那時候我就一直在想 我如何做出一個地景計畫 這個地景計畫呢 具有某一種狀態 這某種狀態不會改變 可是呢所有人進來都可以開始 開始產生多變的狀態 那個時候我就建構了一件事情 那這件事情對我來講很重要 就是我開始第一件事情 並不是在做設計 第一件事情是在寫Guy9 在寫我心裡面的dogma 所以我那個時候稱為叫做DNA 就是CMP Block 我們把他這個名字稱為就是CMP Block CMP Block就是一個街坡 CMP是情媒普真 然後呢情媒普真的一個block 這個DNA 基本上我希望這個是一個大的架構 這個大的架構 讓所有的人都在回應這個架構 當今天所有的人都在回應這個架構 是策展人我認為重要的事情 你策展人必須 可是我們的策展跟新一代設計師展不一樣 我們跟藝術家胡曹 現在做的中泰的那些藝術展也不一樣 基本上對我來講是比較空間的 我們基本上是做一個都市跟空間的人 所以我比較在意的是都市問題 我在意的是一個構築的問題 所以我訂了幾個事情 我認為這所有東西都必須要是輕的介面 來的人來的動作必須要是緩慢的 他所有的適應性adapting 這是工業設計常常在講的 工業設計師最常講的兩個字 就是一個叫adapting 另外一個上個禮拜才在講叫affordance 跟人產生某一種識別性 所以affordance跟adapting 是所有工業設計師他最在意的兩件事情 那個工業設計師如果傳到我們的建築設計來講 他其實是一種叫做空間的適應架構 可廣場可市集可展覽可遮音 那最後他的tectonic 必須要是可以被回收起來的 訂了這些事情以後 開始讓這件事情 成為一個共同的概念發酵 然後創造的空間也是這樣子 所以我那個時候 洗完這個東西之後 我就是看了那塊地 我覺得我能夠用最簡單的什麼事情 來建構這樣的一個概念 後來我就跟業主說 我希望做的一件事情是 用2500根竹子 這是綠圓道 然後這是在山洞房子 這一邊它的上方這邊是全國飯店 下邊是奇美成品 我希望把綠圓道的這條橫軸 從全國到奇美成品的 這個原來空地的這條橫軸連續在一起 所以連續在一起把這個綠圓道的概念 變成另外一個半穿透的 輕的竹子的六層竹子 在這邊有六排 每一個都六排 然後把房子包起來 然後變成另外一個 我稱為叫做urban living room 然後把整個空間圍在裡面 可是圍在裡面是輕透的 它是延續這個樹之間的關係 然後我們除了 我做這個動作 第一個動作以外 第二個動作呢 我為了讓所有的設計師 包括曾偉 還有現在的其他人 要做的事情 我在每一個四米乘六米 打了一個模具 這四米乘六米裡面 立了一個鋼柱 那業主常跟我說 你到底要做什麼 你為什麼要立這些鋼柱 我就跟他說 四米乘六米大概是一個 二十四平方米 大概是七八平 是一個很好的 kiosk的pavilion 一個room 一個四米乘六米的room 這個room呢 可大可小 它可以兩個module 三個module 我今天做了立鋼柱的時候 他大概做幾件事情 所有的店 所有的lighting 都在這根鋼柱裡面 這鋼柱是一個structure 所以他只要在鋼柱跟鋼柱之間 拉水平 他就變成roof 拉槌子 他就變成wall 他可以用布 可以用各種事情 他可以重新一直在形塑 這個空間的狀態 所以呢 當他今天變成 我畫了好幾個圖 告訴他說 如果他是一個市集 他如果變成一條 如果他變成pavilion 他可以變成哪幾個 所以呢 用幾個diagram告訴他說 未來的可能性不是我的設計 而是在談那個可能性 那這個案子基本上 從那個DNA 到這個概念 大概從頭到尾只花了一天的時間 那一天的時間 就在想 如何讓那個空間變成一個架構 一天的時間做完之後去present 當天就定案 然後就go ahead 然後兩個月後就蓋起來了 那我非常喜歡這個案子 是因為 他在一個非常簡單的思考 跟我們建築有點不太一樣 建築其實是摳摳摸 你那個 一個東西做出來 要花好久好久的時間 因為他有太多的detail 太多的tectonic要去做 可是當你今天開始變成一個策展 你做一個系統的時候 你可以讓這個設計延續兩年 可是延續兩年 不一定是你自己在做那個tectonic事情 而是你把那個tectonic的system 建構起來以後 讓後面的人可以開始去做 然後我們就開始跟他說 這件事情一定要很happy 所以一定要有些氣球 後來我們就拜託 曾偉做了四個大氣球升上去 一定要有氣球 當初在想是這種氣球 後來曾偉是做了四顆 那個很大的那個透明氣球 我們那時候說 這些柱子的關係 一定要剛好跟這個房子騎 然後跟旁邊的綠雲道的樹 是結合在一起 所以這個是我們當初做的一個平面圖 當初我就是把這個 為了要做展示 我就把這些剛柱做了四顆 把它圍起來 給誰認養 給曾偉認養 我說這四顆給你 你去做你要做的事情 所以曾偉就開始認養了那個東西 它稱為叫做balloon and 那個叫什麼線 它就做了線跟球之間的關係 所以就拉了很多很多的線在上面 那時候就畫了一張透視圖 希望這所有的空間 可以延續的綠雲道的橫軸線 從這個晴美成品到另外一邊的全國飯店 那其實這個案子 雖然它是一個叫做地景策展 可是它 我自己在看我自己 我認為我們就是學空間的人 我們跟學藝術的人 真的就不太一樣 學藝術的人 就是在談自己的那個藝術性的發展 對我們學空間的人的動作 就是在看那個都市空間 就是在談這個人跟都市空間的關係 所以剛剛畫那個透視圖 那是在我們想完設計的一天之內 用Photoshop做出來一個假假的透視圖 然後呢 可是蓋出來以後也是假假的 所以蓋出來跟那個透視圖幾乎一樣 就是一次就做完那個整個空間感覺 我們讓所有人可以進到裡面 然後呢 這個氣球就是曾偉做的氣球 我們當初做了四個pavilion 給曾偉去發展他自己的一個概念 那跟曾偉講的是我們的最後的一個概念 後來呢 業主在這邊又加了一個棚子 這個棚子後來做了一個演唱會 叫做小草音樂節 所以當初我那時候跟他說 你的土要整坪 整完坪的土以後 多出來的土要填在最後面 所以後面填出一個斜坡 為什麼填這個斜坡 是因為我們希望它最後面有一個空地 是可以辦很多很多的演唱會 文字電影院 後來的確秦美成品 因為這個策展的概念 讓他在七月八月九月十月 每次都在辦不同的活動 比如說七月辦的是小草音樂節 八月辦的是文字電影院 九月辦的一個爵士樂 然後這樣一路一直延續的 每個月都在辦很多很多不同的活動 現在的活動已經延續到明年的二月 所以幾乎很多人都願意在這裡面 那是在台中市變成一個 還滿輕鬆的一個 輕鬆還算有點安靜 可是安靜很活潑的空間 那這是沒有人的時候 當初我想塑造的空間是什麼 我想塑造的空間是 所有人都要 每個禮拜都要想要來 每一次來都要有不同的狀態 要不然來一次就結束了 所以不同的狀態是你要留那個白 給其他人在發展的 然後呢我們希望這裡面又安靜又愉快 就是他除了安靜以外他還能夠悠閒 不是那種靜態的藝術的 像剛剛我一直覺得 那個情根語毒 你到那邊 基本上會感覺是立正站好 就你看到那個大農田 你看到那個房子 有一個人在那邊讀書 你就是在那邊像看一個藝術品一樣 可是我不認為那是 那是我的 我想要的策展的計畫 我希望在這裡面是大家是非常悠悠自在的 所以後來請了真偉就做了幾個pavilion 然後呢所有人開始在這裡面開始活動 然後放了幾個很不一樣的做做意義 全部都漆成白色的 房子後來也被我漆成白色的 然後變成一個 一個還蠻簡單的那個狀態 然後這是在辦音樂節的關係 那我非常非常感謝後來的情美成品 一直在push那些活動 因為我一直認為 我們常常在公部門做的時候 跟私部門做的最大的不一樣 是我的公部門 我跟大家講的經驗 我曾經做一個我很喜愛的作品 在2004年 叫做宜蘭的公園 後來那個地方變成廢墟 後來變成一個圍 圍起來變成一個危險的地方 是因為2004年做完以後 到2006年2007年 所有的公部門完全沒有在裡面經營 也沒有去維護 後來很多是鐵鏽掉了 這個沒有人做了什麼 變成一個荒地 草已經長得快要 快要到膝蓋的高度了 然後就沒有人管 後來就變成一個圍地 最後被圍起來 那我一直認為 其實真正在做策展 或者我們在做空間的時候 最重要最重要你要找對經營的人 經營的人他才有能力 讓你的東西一直往前走 或者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你自己跳下來變成經營的人 你如果不甘於沒有人要幫你經營的時候 你之後跳下去說 我來做這個經營者的角色 那往往策展人就是在介於 設計概念到經營的那個角色 策展人最好最好的方式是 你要連經營都介入 你要知道他開始怎麼樣去經營 那時候的成品他們就是直接的 跟我們做一個很密切的接觸 可以讓這個經營開始延續 甚至於一直到現在 然後每一個週末其實就非常非常多的人 那這是真偉所做的事情 我蠻喜歡真偉的這個作品 那個時候他就說他要做的是一個 一個線 很輕的線 因為我當初訂了一個叫做DNA 就所有東西都要輕 都要可變 所以呢他就做了一堆線 把東西垂在半空中 氣球一種是往下垂 一種是氣球往上升 所以把整個空間從原來我的那個 嬰兒的場域開始往上下拉 往上下拉的時候呢 上面的氣球比較輕鬆 下面的四個東西他就說 他想去找他的工作團隊 去找大甲溪的 從上游到下游所有的四件事情 土 石 花草 跟水 這四件事情 所以他從大甲溪最上游到下游 收集了各種不同的水 收集各種不同的土 來變成四個Pavilion 那這四個Pavilion 已經接近有點藝術家 在做一個裝置藝術 可是這裝置藝術是 所有人都可以進去的 所以所有人都在 到現在為止都還在 還在這四個Pavilion裡面遊逛 在感受那個空間的狀態 那我覺得在網路上 有一個人拍的東西最好 就是風吹的時候 那個瓶子撞瓶子的聲音 還蠻性感的 那個空間的關係是 還蠻有意思的狀態 那我也很慶幸 今年的所有颱風都沒有到台中 因為每次來一支颱風 我就打電話跟他們說 欸 怎麼辦 那些貞偉的那些瓶瓶罐罐 到底怎麼辦 那個氣球怎麼辦 那這是貞偉他當初做的這個事情 貞偉做的事情 對我來講 我非常非常樂意看到 也就是說 當初我為什麼要做那四米 三米層六米的柱子 空柱子在那邊 其實就是期待 有非常多像真偉這樣的人 重新represent這個東西 後來有人在那邊做跳蚤市場 什麼都有 那那個是我認為在策展裡面 非常非常重要 尤其是叫做都市地景策展 然後這是他的氣球 後來我們圍了一個庭園在房子的旁邊 的狀態 然後 晴美成品也非常棒 跟晴美基金會 找了四家還蠻有意思的店 進駐 有一家他們一直堅信說 他們要找家具店 不要找進口的 所以找了一個台灣的 一個台中本土的家具店 叫有情門 我不曉得你們清楚 有情門是台灣的一個在地的 自己的一個 一個家具廠商 全部在做木頭的 你們有空也可以去看看 如果你們有印象 不知道有沒有人會看過三十六個故事 那個 桂倫美拍的那個 他所有那個 那個咖啡店就叫做 朵兒咖啡店 他所有的家具 全部都是有情門的 就是台灣在地的這些 這些圓木家具所做的事情 他們就找了這些台灣在地的 設計廠商 進駐到CMP Block 也就是台中當地的 那這也是一個我覺得很好的 也就是說基本上 從業主從最經營的 成品到後面的商店 到基金會所扮演的角色 到Archic Green 到這個曾偉跟我們 其實所有東西變成一個大的group 然後變成一個叫做都市地景的車展 那我自己個人認為這件事情 對我來講是一個很好的經驗 那如果這個經驗 開始讓我離開所謂的建築師 單一在設計一個案子的時候 它其實是一個非常非常棒的一種 新一種練習 那在這個練習裡面我們來看一個 超大型的地景計畫 這超大型的地景計畫 其實直接的影響我 也影響了 我認為也影響了胡朝聖 還影響了很多人 這是在日本 距離我們最近最近的一個地方 所辦的一個地景計畫 那這個計畫到現在為止 還在持續可以繼續觀察 這個超大的地景計畫呢 叫做月後七有大地藝術記 OK 那月後七有大地藝術記 在這個日本的整個 日本島裡面大概在它的西北方 是一個非常非常偏僻的一個地方 這個地方大概只有殘米 就沒有了 什麼都沒有 OK 非常荒蕪的一個叫做 快要被廢棄的一個地景跟城鄉 然後這裡面他們面臨的問題 是所有人都人口都遷移 都搬到都市裡面去了 所以在那邊只有老人跟小孩 然後呢小孩也越來越少了 然後呢農地都開始放匯了 沒有人開始在那邊種田 然後 這個學校呢全部都空下來了 也都沒有用了 所以很多老房子也空下來沒用 學校也沒用 田也沒用 開始變得非常荒蕪的一個狀態 那時候有一個策展人 至高奮勇 他認為他想來這邊做一件什麼事 所以他就主動的做一個計畫 然後去跟日本政府提出 跟月後期有 或是新洩這個地方提出他的Proposal 那這個人是誰 這個人非常非常特別 這個策展人非常出名 這策展人呢最早期他做的一個計畫 叫做指導美術館 那個指導計畫 如果你們有知道的話 早期在去過地中跟指導美術館請舉手 兩位 安藤中雄曾經在那邊做了兩個美術館 那個島呢非常荒蕪 什麼都沒有 被一個財團給整個島吃下來 不當不是全部他的 大部分是他的 所以呢他就找了這個策展人 叫福島什麼 我忘記他的名字 福武什麼名字 四個字 他那個時候 跟著這個 私人的團體 跟著基金會 決定讓這個方武的指導 開始變成一件 可以發展的另外一個狀態 所以這個人就開始升為策展人 找安藤中雄 在那邊蓋了 從指導美術館開始蓋 蓋地中美術館 上面蓋Hotel 然後呢在所有的海灘地 跟山上 找了幾十個藝術家 每個藝術家任養其中一塊地 做了一個裝置藝術在那邊 所以你到那個指導裡面 你只要坐船到那邊 你可以看到好幾十個作品 都在那個島裡面 因為這樣這個指導變成世界文明 所有人都到那邊去看 所有的美術館 跟旁邊周遭的地景藝術 這個動作做完之後 他其實他認為 他當初服務的是一群私人的業主 然後他認為他下一步要做的 是讓那個公共性來得更 其實他已經讓私人業主的這塊島 具有某種公共性 因為讓所有人都可以直接來參與 那也讓那個指導 開始變成一個有人焉 而且還不錯的一個地方 他更大的野心是要 讓他的這個所謂的策展計畫 更大的擴展到這個公部門 或擴展到這個叫做國土計畫 叫做比較大的一種公共領域的方式 所以呢他在2000年 就開始組織另外一個團體 開始變成什麼 變成越後期有這個大的地域 大概像宜蘭縣這個大的區域 開始變成成為大的藝術紀 這個時候他並不是沒有資源 這個時候他已經有一堆資源 因為他指導做得很成功 所以所有的藝術家都會買他的單 第二件事情是政府機關也看到他 在做指導的時候他的那個 那個氣魄跟他的策展能力 所以呢這件事情就開始發生 然後呢2000年開始 他設一個叫做三年藝術紀 因為每三年一次 所以到了2009年 去年是第四次 2000、2003、2006、2009 每一年做一個 然後每一次都找出100多個藝術家 來做案子 這藝術家很多都沒有錢 可是這藝術家都是衝著這個策展人 所以願意來 然後呢他就訂了一個計畫叫做再生運動 大地再生運動 這個時候他其實已經開始 不完全是私部門領域 他開始介入了一個公部門的國土計畫的關係 那他稱為叫做新的農業地貌跟藝術地景 當然這個還值得討論是很多人認為說 你今天在一個農業地裡面做的藝術地景 到底對不對 你找了藝術家來做這個農業地景 到底跟這個農業有什麼特別的關係 OK 很多人有這個問題 可是另外一邊的人很熱觀 為什麼他可以持續十年 是因為他這樣子一個進駐的能量 是告訴藝術家說我們做的東西 百分之五十都要留下來 假設他今天邀請了一百個藝術家 他不會綁住藝術家的手 可是他會希望藝術家 他邀請了一百個 至少五十個作品是可以留在現場的 五十個比較概念性的作品 他時間到消失沒有關係 成為一個紀錄 所以那個現場距離現在十年後 已經累積了上百個作品 都固定在各個地方 那這個地方就開始變成這個 這個城鄉的一個重要的一個 一個永久地景 這個地景呢 也改變了所有來的人的某種狀態 那也稍微興盛了這個地方的農業的狀態 可是不完全 因為太大了 可是他產生一個蠻好的效應 因為這個效應 所以在今年 他又重新的在這個新的地景計畫裡面 拉了一個更大的計畫 這個計畫如果你們聽過 剛結束 十月底剛結束 如果你們聽過 那是一個非常非常有趣的計畫 叫做賴戶內 那個海的賴戶內海的這個地景計畫 聽過這個案子的人請舉手 兩三個 賴戶內海的計畫 基本上是找了好多的島 他開始除了吃農業地景以外 他開始要吃海島 他把紫島當作其中的一個島而已 他當作只做一個紫島 可是當他做一個紫島以後 他後來開始做了十幾個島 圍成一圈全部用海線 用船到每個地方有接駁 然後讓每一個島有一個再生的 的identity 那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關係 就是說如果你在看這個策展人 他一個人在做這個策展計畫有多麼的巨大 這個巨大的關係是除了從農地 山坡地的關係 開始擴展到海 擴展到島之間的狀態 那今年去賴戶內海的人 都非常非常印象深刻 所以呢 當今天賴戶內 這個地方所形成的一個地景計畫 加上月後期有這個地景計畫 你就可以看得到策展人的重要性 還有他對於這個空間的觀念在哪裡 當初我2009年去年去的時候 我看到去年的一個主題叫什麼 去年的主題非常好玩 去年的主題叫做空屋與廢校 對我來講so impressive 就是那個時候的策展的概念 並不是在策展一個題目 設一個說我們要關心什麼 沒有 不是 他非常非常 雖然他是一個藝術家 也是一個藝術策展的人 他雖然好像都在做概念展 可是在他去年在做這個大地藝術季的時候 他的直接的觀念是介入建築 介入城鄉地景 用空屋跟廢校 用空間或是廠域為他的主要的主題 然後讓藝術家們 來重新represent這個空間場域 而不是再定一個叫做有主題的主題 那這個我覺得非常好玩 這個就是我常常稱為一個策展裡面 必須要有一種DNA 你在車展裡面這個DNA開始可以發酵 是因為你定義了一個很清楚的這個狀態 那這個時候就開始建構了非常非常多 空家跟廢校之間的關係 然後這個案子 2012年還會再一次 如果大家有空一定要去 那去的時候一定要週末去 因為你沒有週末去你根本 每一個點到另外一個點都要半個小時 很遠 所以你為什麼要週末去是那個週末 你禮拜五禮拜六禮拜天去的時候 他就有一個叫shadow bus 他有很多很多的路線 然後你可以坐著那個shadow bus 就可以去每一個點 所以他開始 非常有意思 看他的guidebook或是上他的網路去看 可以看到他第一件事情所建構的事情 叫做交通 他開始讓你知道說 你怎麼到月後七有的時候 從各個不同的地方 從海 路 空 甚至於bus system 到每一個點的關係 所以在這邊他開始 讓這個區域裡面分成好幾塊 很有趣的事情 他的月後七有的藝術展 最重要最重要以什麼為發起點 以這條線 就是鐵路 他都總是在車站裡面當作一個出發點 然後才開始發散到各個城鄉 那其實這是一個非常非常有趣的一個狀態 然後這都沿著鐵路跟公路裡面 拉出來的很多很多的小紅點 然後在裡面開始有guide map 其實這件事情最近在台灣也在慢慢的發小 也在發生 在哪裡 在東海岸的火車站 如果你們關心一點 你們上網去查 最近這個台東花蓮的火車站 在徵求一個新的計畫 這個新的計畫是重新remodel 這個火車站的狀態 可是我覺得有點可惜 就是這個狀態呢 找了一堆建築師 最後建築師還是在蓋火車站 那這個 黃明慧當然是其中一個 他最近才拿到 他跟我的老師張書 就拿到一系列的火車站要去做 我說我所謂的可惜是說 火車站在東海岸 現在台灣所有的火車站都幾乎快廢掉了 東海岸還持續 在西海岸的話 基本上高鐵都已經取代掉了 很多火車站會廢出來了 火車站必須有另外一個character 重新開始 然後呢 現在東海岸再重新remodel這個火車站的時候 我覺得缺乏的是一個 策展的content 所以你不曉得火車站到底要蓋得多漂亮 可能不是漂亮的問題 所以漂不漂亮可能不重要 是他背後那個火車站 當做一個叫做發散中心 從一個中心點開始要往外長的時候 這個點跟這個點 火車站具有的角色不一樣 有的火車站連接的是一個小的tong 有火車站它只在一個農田旁邊的時候 然後你就可以知道這邊是一個小的tong 叫十日廳 這個地方呢沒有tong 直接就在農田旁邊 所以它叫做農舞台 那個時候它設了一個點叫做農舞台 所以兩個點就開始有它的character 台灣的東海岸的那個火車站 如果它沒有一個叫做策展觀念 或是跟政府機關沒有一個全盤的 一種策展的方式的話 你火車站remodel最後都是不能用 台灣有非常多的文字館 都是因為它蓋的時候不曉得後面要幹嘛 或是後面的那個經營的策展的人不存在 所以後來都會變成一些廢棄的那個狀態 我們可以看得到 它除了在火車站去做以外 它還在它的green park 它還在一個camping的ground 設置了非常多點 也就是說這個地景計畫非常好玩 它是把原來的火車站的交通點 加上城鄉的學校 加上空屋再加上什麼 加上它的自然資源 在它的很多很多的公園高爾夫球場 加上露營地 開始都釋放出來變成一系列 尤其越大的這些地 它的這個密度就很高 開始讓這些地變成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 一個地景集結的狀態 那這個跟我們上次的第二堂 談到地景的時候很有關 第二堂你如果記得那個時候 West A曾經做了一個叫做雕塑公園 那也是 在荷蘭在歐洲 早就有非常非常多的公園 開始變成一種地景計畫 邀請了非常多人來重新 re-present那個公園的狀態 那這個在很大很大的運動在 我很佩服這個策展人 他一個人的能力可以召集這麼多人 來做公園 來做高爾夫球場 來做露營中心 來做火車站 來做城市 然後還在火車站旁邊蓋了一個農舞台 然後這農舞台 以這個火車站為中心點 散落到這一塊是一個梯田 梯田最上面有一座山 在這邊散落這麼多的作品 單單一個火車站這裡 你就可以看得到 幾乎大概已經四五十間作品 在你走那個山路 在每個梯田的上面 大家一定要去 而且你1912年去的時候 這些都還在 就是他其實是一直留著的 所以現在已經留了好幾百間作品 是因為他連續辦了四屆 所留下來的這些空間的狀態 那下一個他現在在做 2010年馬上進入做的 就開始做了一個叫做賴戶內 國際藝術記 那他稱為叫做 藝術跟環海的百日間冒險 這也是一個超大的一個運動 今年才第一屆 可是他慢慢慢慢 這也會變成三年三年一次的 把七個島嶼全部連接在一起 然後變成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 另外一個地景計畫 那我永遠在看這兩種地景計畫 這些人到底怎麼樣去看待 這樣的關係 那 那 有時候還是蠻沮喪也蠻樂觀 第一件事情是台灣 跟這種 土地的關係 在台灣跟日本非常接近 一樣是海島 一樣就是有這些叫做農業的城鄉 一樣邊邊有非常多的小島 這些小島跟海岸線之間的關係 然後日本開始在建構一個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而且他的概念非常好玩 他是 他定義這個藝術技是要藉由民俗 藝能 祭典 風圖 這樣的關係 加上現代的這些交錯 那 這個是什麼呢 這是等一下我們這堂課 最後會講的一本雜誌 這本雜誌 我會舉一個例子 叫做Brutus 他講了一個 再一次的去看日本 Japan Rediscovered Japan 的時候 他提出來的事情幾乎跟奈戶內海 這次的事情一邊是出版 一邊是作品 兩個毫無相關 可是兩個人突然在這個地方 接在一起 然後呢 重新represent他們自己 對於島嶼的認識 還有剛剛 對於這個 空間的一個 一個認識 那這個其實等一下我們會看到 他的之間的關係 我們休息一下來談 月後期有的幾個簡單的作品 OK 我們剛剛談到的是那個大計畫 就是一個是 賴戶內海的那個 島嶼計畫 另外一個是 月後期有的一個叫做 農業地景計畫 那這兩個計畫 基本上 他是在一個大範圍 從策展人的觀點 那我們現在 單點來看 就是每個藝術家 讓他接受到這樣子的一個計畫 尤其在空污廢校 這樣的狀態裡面 每一個藝術家他如何介入 那 跟你們介紹他如何介入 其實讓你們大概知道說 藝術家有時候在想事情 其實沒有那麼大範圍 他們想事情 就是想 某一件作品 他自己想要 re-present的事情 那我剛剛還在聊說 藝術家雖然是單點突破 可是他們的力道都還滿在的 就是 他們常常在他自己的內在思維裡面 產生某種力量 跟我們在想事情 真的有點不太一樣 我們永遠是在看那個大範圍裡面 所產生的一種狀態 那我們當然也要去知道 藝術家他才做的這些所有的事情 那這是他們的第一個主題 叫做空家 那這個空家其實是很多很多的民宿 這個民宿呢 在台灣來講最多最多 台灣就會把它變成真的叫民宿 就是 就是變得hotel 那那個藝術家在看這些空家的時候 他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狀態在呈現 那這個案子 這是其中的一些案子 我們個別來看這些案子 這些藝術家在做什麼事 這個案子我非常感動 那這個案子呢 是一個老的木造的房子 這木造房子是一個老師帶著一群學生 我都不曉得我如果要做這個案子 我可以帶誰 沒有人 回頭一看空的 沒有人會跟著來做這個事 那在藝術系他們這邊 當初有個日本的藝術雕刻系 他們做一件事情是 他們進駐了一群學生 全部做雕刻的人 然後一個老師帶進去 進駐在這個空家裡面 很久一段時間 做什麼事呢 沒做什麼事情 只做一個動作 每一個同學都拿著一個雕刻刀 把所有的房子戳過一次 這個房子的名字叫脫皮之家 超感動 你進到那個房子 幾乎雞皮疙瘩就會起來 他把地板 把屋頂 把梁 把柱 每個人爬在各個不同的parts 不做什麼事 就是雕刻刀這樣一刀一刀戳 把所有的木頭全部都戳一次 然後你看這個地板就有充滿的刀痕 然後變成叫脫皮之家 也沒有program 藝術家對我們來講 我們總是在想programming programming 所以我們希望說那個房子 最後能夠變成一個什麼被用的感覺 可是他們這個動作沒有 他就在做一個動作 可是動作卻非常非常的迷人 那這個案子非常非常出名 所有人都會跑到這邊去看這個脫皮之家 然後被脫了一層皮 你可以看得到那個力量 你看這個地板 真的是脫了一層皮 所有的東西都是一刀一刀一刀 所做出來的 所以對我們來講 其實有些時候 藝術家在想事情 其實叫做making 他making 要做的之前 他並不是沒有想 他是在想一個動作 一個東西 所以那個十幾個學生一刀一刀 把地板全部戳過一次 然後牆壁量住 全部都脫過一次皮的時候 那個狀態就呈現了 那這個是一個我非常感動的作品 就是進去 真的就是進去沒有什麼美不美的問題 就是雞皮疙瘩會起來 你知道看到作品是雞皮疙瘩起來 你就知道那個 那個是有一種 那個比較beauty 那個就叫sublime 就是說不出的美 說不出的那種狀態 那這是我其中很喜歡很喜歡的一個作品 那至於說裡面的programming是什麼 沒人知道 第二個人 其實是這個策展人非常好的一個朋友 他曾經在指導的時候 做了一個叫地中美術館 這個人被邀請來跟安藤忠雄合作 在地中美術館其中有一區 就是他做的 這個人我非常非常尊敬他 很棒的一個藝術家叫James Terrell 然後James Terrell 如果你們到地中美術館 你會發覺他做了一個東西 他做了兩個作品在地中美術館 而且我一直個人認為說 安藤忠雄 地中美術館所呈現出來的那個力量 其實跟安藤忠雄其他作品很不一樣 都不是因為安藤忠雄 都是因為這些藝術家 他找了一個叫Maria 做了一個中庭 他找了James Terrell做了一個天花 然後這個人永遠在做一件事情 做光線 所以他做了兩個東西 在地中美術館 一個是把屋頂挖空 挖了一個洞 然後另外一個作品 在地中美術館 進去的時候 全部都是暗的 暗了以後 他會經過一個藍光 刺激你的瞳孔 讓你的瞳孔一直在縮縮縮 縮到一個程度 所以你剛剛有進到暗的空間 你什麼都看不到 再進去一點 他開始光線刺激你的眼睛 改變你的瞳孔 再過來以後 你會發覺你正前方沒有深度了 因為我們一般來講 看到深度是因為有光線 那個深度才會出來 你整個人進到那個空間沒有深度 你幾乎不敢走 因為也不曉得它多深 可是你的空間慢慢慢慢浮在你的面前 為什麼要浮出來 是因為你經過暗的空間裡面 改變你的瞳孔 這道裡面用一個光線刺激你 你的光線的瞳孔 開始對某些光產生反應 所以對某些光線產生瞳孔的反應 你的空間的深度就跑出來 當你今天一直接受藍光跟黃光感應到那個空間的時候 你再回頭一看要走出來的時候 你發覺後面本來你感覺沒空間 突然又長出一個空間 因為他用兩種光線重新改變你的眼睛 那James Terrell這個人非常非常technical 就是他非常非常技術性 他用了非常多的光線技術 瞳孔技術跟深度的技術來表現這個空間的關係 可是實際上他最後呈現了一種現象 一種你對於人的感知的現象 像這個案子 他跟這個地中美術館幾乎是一模一樣的 在天花板挖一個洞 這個洞天花板非常非常薄 薄到只剩下一張紙一樣 所以你在看這個天空的時候 你看到雲 下雨還會下進來 你看到那個很像萬神殿的那個洞 然後那個洞裡面那個雲飄過去的時候 像一張畫 為什麼 因為他讓這個線薄到一個程度 薄到沒有厚度 所以你會看起來像扁平的一張畫 那這是James Terrell裡面最厲害的一個點 那他在這個空屋裡面的其中一個房子 基本上他在一個日本的和式的榻榻米上面挖了這個洞 每一個人進去的時候呢 看到的是一個傳統的老房子 然後進到這個老房子上一個階梯 那個洞在這裡 這個洞呢上面有兩層屋頂 他多做了一個屋頂 當然是很貴 他這個屋頂呢其實是 可以滑過來就把它蓋起來 打開來的時候這個洞就會露出來 所以呢從關起來到打開 這從開到關大概有20分鐘 很慢很慢 所以人在裡面必須要在那邊做 感受20分鐘 然後呢剛進去的時候 你就看到一堆人躺在那邊 一躺就是15到20分鐘 就是在看那個天空的 慢慢打開跟慢慢關起來的變化 然後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種body的姿態 一種很棒的關係 他開始跟那個和式產生另外一種關係 是我們以前在看藝術作品裡面 比較不一樣的 像他在地中美術館是做了一圈椅子 這個椅子呢冬天去最棒 我上次是冬天去 雪下到裡面來 可是那個椅子呢 下面加那個輻射熱 所以你屁股是暖的 可是你前面是冷的 那個關係超級有感覺 但是我都不覺得那是安藤忠雄的作品 那個就是James Terrell的作品 所以藝術家到那個時候已經 大大的介入建築的作品 建築空間基本上只能做空間 後面的力量都在這些藝術家的身上 然後他看到那個雲 然後當它慢慢打開的時候 你那個瞳孔開始會感產生變化 所以後面開始亮 我們都知道我們逆光的時候那個光線 會讓你的室內本來很亮的狀態 變得很暗的狀態 那你在每一個時間 不同的時間去的時候 你會看到James Terrell 在這裡面從白天到晚上 他所產生的那個空間的景象 那這是我們剛剛講用藍光 所做的這種改變瞳孔的事情 那我非常非常喜歡James Terrell 如果你們有空 你們上網去看他的所有的作品 很棒 跟Richard Serra一樣 他有很多很多這種具有空間性 而且跟自然跟感知跟body 有很不一樣的一些關係 那你甚至於可以上YouTube去上這個人 你可以看到YouTube的一些project 都是動態的 他可以看到這些基本的空間的狀態 另外一個案子也是一個家 這個家後來被廢棄掉 這個家是誰的家 一個叫田中文男 那我覺得這個另外這個作品也很棒的是 田中文男這個家當他死去之後 這個家開始廢棄了 慢慢他把這個家變成什麼 變成一個大的Historical Library 幾乎在整個房子裡面 從頭到尾就住書家而已 沒有別的 書家跟一個大書桌 上面擺了田中文男 這個人的重要性是什麼 這個人的重要性是 他在月又七偶這個地方 做的叫做民間調查 他有非常多的民房 民宿 老房子 是他一手帶著他的學生跟研究員 畫出來的一本一本的 舊房子的圖 然後他把這個房子變成一個Library 叫田中文男的文庫 那這文庫是一個Library style 從頭到尾都是他各種不同的策繪本 包括他的出版品 包括他的一些Historical的東西 那我非常喜歡這個案子 就是說他把這個案子非常unique 很簡單的把一個民宿變成某一個人 他這一輩子所做的那個事情 讓我想到跟那個安程中雄在做司馬遼太郎 做一道書牆 這個書牆是司馬遼太郎 對於亞洲所有各個地方的歷史 重新represent 然後變成所有的翻譯本 從韓文日文漢文什麼文都有 然後變成一大道書牆在講這個人的一輩子 的那個關係其實我覺得有一曲同工之妙 然後田中文男的這個文庫 基本上就把這個民宅變成一個Library的狀態 這是田中文男的這個文庫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更恐怖 這個案子也是屬於雞皮疙瘩型的 就是這個案子呢 基本上他說要做一個叫做家的記憶 他怎麼做呢 他拿了上百捆的黑毛線 把整個房子給綁起來 然後在原來的梁柱一個一個空間 他把門窗全部用黑毛線把它全部編織起來 甚至連那個空間 比如說這個空間它可以編織成 有一半全部都毛線 你都過不去 可是你可以穿過毛線流出來的洞 進到裡面去 他稱為叫做家的記憶 為什麼他稱為家的記憶 他把所有的家具全部freeze在毛線裡面 把那個桌子椅子 包括那時候的衣服 包括那個空間的狀態 全部都冰凍起來 他的冰凍起來 我們稱為叫做freeze the freeze of memory 那個freeze起來的東西 其實是用毛線把它整個凝固起來 然後變成一個空間 中間有一件事情 是跟你產生某一種距離跟關係 那最恐怖的是 他在這裡面把一些舊窗戶 跟一些舊的衣服啊什麼 全部掛在半空中 那很恐怖 有點超寫實主義 就是突然一個窗戶就掛在 那個跳空的半空中 那他怎麼掛呢 就是用毛線把它吊起來 所有的毛線把它纏在半空中 所以你看到很多東西是 這個千萬不要晚上去 你怕死 那個整個很恐怖的感覺 最恐怖的是這個 有個縮衣突然掉在 掉在這個客廳的半空中 所以你穿過它你進不去 你從這邊再上樓梯 所以像一個黑毛線 像一個蜘蛛網一樣 把整個空屋給凝固下來 那裡面留了很多很多 當初這個住宅的某些 基本的狀態 然後它稱為就是家的記憶 那這個案子也是so powerful 就是它沒有做太多 可是我一直覺得像這種東西 都還不是建築人做的 大部分都是藝術家做的 藝術家做的就是 把皮脫掉啦 把那個東西給凝固起來 用毛線纏 可是你就可以看到某一種力量 那這個力量其實在重新 represent 叫你一個空間關係 所以你可以看到 整個空間纏著非常多的毛線 跟一些空間 這個空間就是一個動線 這動線讓你穿越整個 整個住宅裡面的狀態 那另外一個案子就比較有意思 另外一個案子叫同山之家 它是在山區的一個房子 這個案子比較有趣的是 這是一個叫做網路社會的一個家 就是他們是在網路裡面 找了一群人 徵集一群人 這群人是做劇團 他們組了一個劇團 這個劇團是臨時組成的 這個劇團 聚在哪裡 聚在同山之家 他們就在這邊住了幾個月 然後這個劇團 進進出出的很多人 然後他們排戲 排戲以後就在這邊表演 所以你一到 167月你會看到很多節目單 是這些人在排戲 這些人因為排戲是來自於 四方各地的人住進這個家 然後重新 他邊排戲邊改裝這個家 所以他們在這個家 外面做了一個早缸 池子 然後大家聚在這裡面 邊排戲邊生活 讓那個家重新變成另外一個 一個定義 新的定義 這個定義呢 它是一個不是一個family的家 它是一群共同的人 在裡面練習表演生活的一個家 那這個案子的組成其實是一個建築家 是一個建築師 建築師組成了一群人 名義上來做表演 來練習 可是實際上在重建 這個房子的新的生活的狀態 那這個案子也很好玩 就是他們除了在做這個事情以外 他們還列了一大堆 就是劇團的名單 每個人都動手 由這個建築家帶著他們動手 在做各個不同的叫做家屋改造的運動 然後變成一個新的一個聚合場所 他們在中庭裡面做了很多很多不同的劇場的活動 那這個跟剛剛也不一樣 這個基本上是一種叫做聚合性的空間改造 跟剛剛完全沒有人 只是在談這個記憶 談這個空間的tectonic 其實你就可以看到藝術家非常好玩 藝術家每一種人 因為他的領域不一樣 所以他開始建構出他們各種不同的 建構的關係 另外一個開始談到廢校 那廢校還有一群人開始在做這個 這個空間它基本上是一個集體創作 那我很喜歡廢校的裡面的這個project 這些school都全部被close起來 然後它叫做close school project 全部我覺得台灣慢慢的也面臨這個問題 台灣現在的小學人越來越少 少子化以後 很多很多的學校要重新整編 所以越荒郊野外的學校越會被廢掉 廢掉以後每一個學校它的character 開始怎麼被建構起來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 這個人叫做北川富郎 北川富郎其實是這整個全區的策展人 然後他自己吃下了一個學校 然後開始變成建構他自己的關係 他開始在學校裡面用很簡單的甲板 把每個教室留下來 每個教室當作一個展場的關係 每一個都是用簡單的課桌椅 然後重新來represent他們對於他們這個學校 跟對於這種空間跟body之間的關係 然後他開始建構出很多不一樣的事情 其中的一個 天島真山非常好玩 他這個人呢 很有意思 他在這個廢校的一個動作是什麼 他徵集所有曾經在這邊畢業的小學生 這小學生還沒有長大喔 不是變成大人 現在可能在國中 他徵集他們重新回學校來 那個學校都已經空掉了 重新回學校來以後去 因為那是荒郊野外去找漂流木 讓所有的漂流木變成小孩子的創作 讓那小孩子的創作 把他們以前的記憶 以前他們的活動的場景 用漂流木把那個場景 重新建構在他們的體育館 在他們的教室裡面 所以呢 重新再一次represent這些小學生 他們當初在這個學校裡面的這個形狀 他們的生活的記憶 讓那些東西用另外一個漂流木 來做出這樣的空間 然後在他們哪裡 在一個廢棄的這個學校 那學校都很小 很像我們的南投的那些原住民的小學 都是一棟房子而已 然後在這裡面呢 開始在他們的大禮堂 建構出一堆漂流木的這些房子 然後有很多活動 看起來有一點點快樂 然後有點恐怖啦 因為漂流木的關係 對 蠻恐怖的 可是也蠻有快樂的那個形狀 那這個空間還蠻好玩的 因為它是一個叫做 學生的集體創作 然後有非常非常多的漂流木 都在他們的各個教室 禮堂開始產生 然後他們把所有的小學生的 以前的全部的東西 全部都攤出來 包括鈴鐺 包括珠蒜的那個蒜盤 包括所有的東西 重新再建構這個所有的 以前的memory 那這個案子也還蠻好玩的 重新再建構他們以前 被留下來的一個痕跡 還有好多好多的案子 都在做這個事情 另外一個案子也非常好玩 把這個教室 全部的桌椅改裝 那這個所有的桌椅呢 平常的桌椅改裝以後 都做一塊板 把板子翻起來的時候 裡面全部都是monitor 然後每一個人是坐在monitor 坐在這個蓋上面 看你那個monitor上面的東西 這個案子非常有意思 當你今天還坐在教室的時候 他所有的教室的黑板 畫的全部都是月後期有 這個地景的所有的地圖 也就是像地理教育一樣 然後呢所有的 這個案子是把 舊教室跟叫做media 就是technology digital media的東西 join在一起 所以裡面去連接到遠端 跟連接到整個月後期有 地景的資料 那所有人是坐在教 好像教室在上課一樣 看到所有的media 那個media連接到世界 連接到他們自己的月後期有 重新再represent他們的產業 所以看到這個教室裡面 在談他們的地點 他們的整個這個產業的地理狀態 然後呢 再看它跟世界之間的關係 每一個那個digital的link link到全世界去 到別的地方 那這案子對我來講 蠻好玩的是 它的那個空間的狀態 一個叫做education的一個space 那重新represent一個新的 而且擴大到整個大地景的 那樣的空間狀態 來呈現它的新的 這個教室的空間感 當它蓋起來的時候 是一堆 一堆 亂七八糟的小孩子的畫畫 的關係 所以這兩件事情 對我來講還蠻有趣的 在做這樣子的一個空間的狀態 那這些學校跟這些空家廢校 是兩個它的主題 當然他們還持續著 他們這十年來的主題 是在重新建構這個叫做農業地景 那這農業地景呢 找了非常多的建築師 開始在做treehouse 那做很多拉到高點去看到那個 還包括這個禮拜五要到 要到這個實踐演講的那個 汪工坊 他們也在那邊做了幾個 幾個基本的building 然後重新建構他們跟這個林地 跟這個農業地景之間的 的關係 那我看到有一個蠻好玩的作品 很輕 沒有什麼了不起 可是還蠻好玩的是 一群女校的學生 開始在找一個農田做什麼事 他們在做他們的白雪 snow 然後呢 飄在半空中 它叫snow in snow 然後呢 在那個領域裡面 就看到一堆 小女生綁著一些 用紙折的雪結晶 然後用線纏在一個農地的半空中 所有人是穿在這個農地裡面 讓那個上面的那一層 紙雕 那個雪球 雪結晶的那個球 跟那個地景 產生關係 沒有什麼了不起 這就好玩 就是一群女學生 然後綁出這些東西 然後去那邊的時候 還有女學生帶著你走 當然有妹妹陪著你走也蠻快樂的 然後就走到那個裡面的 那個領域的狀態 那其實是一個很有趣的一種 新的空間地景 這是他們後來把整個農田架起來的 一個空間狀態 非常像媚島和斯在2000年的時候做的一個 一個 一個 威尼斯雙年展的主題叫少女城市 很白 很清 然後很虛幻 可是它跟下面的那一層很紮實的農田 產生一種對比的狀態 這個是另外一個團隊也很好玩 它就在一個大農地 也就是在我們的公路旁邊 設了一個休息站 用兩個貨櫃改裝 然後呢 在這個改裝的時候 地上弄了一個達文西的那個人 然後人走在這裡面的時候 到那邊可以去喝點咖啡 喝點茶 然後那個空間全部的建構 很簡單很簡單 可是這個空間的建構 全部都是用當地的廢幕 做出來還蠻有它自己的空間感 全部都是用當地的鐵皮跟廢幕料 然後做了一個小小的kiosk 一個cafe pavilion 它沒有什麼 它就是在公路旁邊 所以你到那邊的時候 公車還會故意讓你下車 你就去那邊停一下 喝個茶 然後再繼續往下一站走 那是一個非常 讓我想到很公路電影的那個狀態 就是那個空間的氛圍 然後非常簡單的一種空間的關係 然後再賣很多的T恤 然後所有人就在那邊停一下下 他就繼續往後走的狀態 所以在那裡面有那種非常緊實的 藝術作品 也有非常鬆散的那種空間的作品 那每一個人都對那個空間 有一點點小小的看法 那當然有幾個是在做生活紀錄的 我很喜歡這個案子 這個案子的藝術家非常有趣 這個案子呢 是在其中的一個火車站叫農舞台 你下了火車站的時候 你必須要走到地景的各個地方 所以下火車站的時候 他們社區總共有一個廊道 是從火車站要經過一個地下道 穿過一個廊道 然後才到社區裡面去 在這個穿過廊道的時候 這個策展的人非常有意思 他在這個廊道裡面 設置了幾個喇叭 然後呢這裡面加了一堆彩色的 非常輕巧的一個一個小木條 那這小木條是什麼呢 因為這個城鄉人越來越少 越來越少 那在這麼小的城鄉 其實很多人都互相也都認識 你走在這裡面的時候呢 說實在也蠻特別也蠻恐怖的 是你走在這條廊 這是必經道路 就是你一下車 你一定要經過這條廊 這條廊呢 你走到任何一個地方 都會聽到有人在講話 這些講話是這個城鄉還在的人 在那邊講他的故事 然後呢 旁邊的一條一條 一直延伸延伸到他的那個 有一個唯一室內的museum 是MVR TV做的 一個museum 從車站連接到MVR TV的這一條 從頭到尾就是小木條 這小木條是什麼 是每一家人的名字 所以 可是台灣不能這樣做 這很像行豬白啊 台灣如果看到會覺得那個 可是非常有意思的是 所有這個城鄉 不多人的那個狀態 全部被Naming在 你下完車站要到外地人 你在車站到那個museum中間的那條道路上 然後呢 你走到哪一個地方 那個地方的聲音 其實就是這些人在講他的家 他的history 是一個非常有趣簡單的概念展 花不多錢 可是呢 卻產生了那個城鄉的某種identity 那這個是另外一個策展非常有意思的一個作品 不過這很小心台灣不能這樣做 那這是一個建築師所做的 建築師總是做建築師會做的事情 不過比起其他人就覺得力道少很多 這純木用cube做出一個亭子 這個大概是台灣建築展最會做的事情 就做了很多像裝置類的東西 可是這個案子倒是我覺得最沒有感覺的一個作品 可是還算是一個作品 在一個小廢棄的一個 不是廢棄 在一個重新的驅公所裡面 重新建構出一個桌椅框框展覽 跟cafe的一個pavilion 全部都是用cube來做 可是呢 我會放這個作品的原因是 我會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說建築師做的東西 跟剛剛那個脫皮之家 記憶之家 這些人做的事情 建築師跟藝術家 你還是覺得藝術家力道下得比較重 然後建築師總是花很多的力氣 來做一個空間 可是這個空間 說實在的他 影響力沒有剛剛那個 對於感知來得更直接了當 更powerful 那這是看到這個建築師所做的一個 不過在美學上還不錯 就是他有基本的美學在裡面 可是他就是少了一點點那個味道 那這是另外一群人 開始叫做社區教育 開始做了一堆明信片 是一堆小孩子畫的東西 然後全部平鋪在一個很大很大的地上 然後變成小孩子畫的 對於月後期有的一個認識 這個大概沒什麼 因為在台灣大概很多人會做這個事 台灣最魅俗最會做的就是這種 就找一堆小朋友來畫畫 然後貼成滿地這樣子 可是這個比較重要的是他在縱使是這樣子 你可以看到他對這個空間場域的理解 是很有意思的 非常像他那個舔梗的基本的狀態 也就是說台灣被小孩子畫畫總是這樣貼完就貼完了 可是在這裡的藝術家在做的事情 其實他還在建構一個叫做空間的氛圍 包括所有每一家人的盤子 重新盤子平子全部重新整構變成 那這個是一個美術館不是一個美術館 這是一個區公所 這個區公所每一間就開始變成 他們要跟這個社區產生的活動 從標本這個是標本 剛剛的盤子到明信片 開始建構一個叫做社區之間的linkage的活動 所以從這一點來看你可以看得到 月後期有的那個範圍有多廣 有社區的有地景空間的 有對於學校的對於家的 各種不同的認識 然後重新再建構一個屬於memory 會屬於藝術性的一個空間的方式 那我覺得那個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玩的事情 如果大家有空 我真的建議2012年如果有空去一趟 然後還蠻有意思 可是去的時候交通會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最後我們來談談出版 剛剛策展人 以後大家會成為角色 除了成為architect 也可能成為一個策展人 另外一個也可能 最後我們同學有某些人 開始會進入到publication 進入到所有的出版業 media裡面 那media我們來談兩本雜誌 有一本雜誌 Morocle 我們上次跟各位談過 上次在談那個城市的時候 跟各位談過 Morocle曾經在每一年會做一個叫做 25個最佳人居的城市 那時候純粹是談Morocle的那一期 如何奠定他自己的index 定義他的standard 對人居城市的關係 那我們可以看到Morocle雜誌 我們回到他這個出版 最重要最重要出版的原始的狀態 也就是說這個人 他開始怎麼去想這個出版的狀態 他總是在想一件事情是 如果2000年到2005年 有一個很好的設計雜誌 整合旅行生活空間 這些設計全部整合在一起 藝術商業都整合在一起的 一本很重要的雜誌叫做Wallpaper Wallpaper到現在還在 可是Wallpaper呢 閱讀量已經從這個人開始 到現在閱讀量降很多 Wallpaper現在變成一個 叫做Fashion的空間Design Magazine OK 那這個人剛開始說 創Wallpaper的時候 他整合幾件事情 他整合的叫做旅遊 生活 設計 藝術 建築 城市 這一整塊 可是這一整塊 大概都是我們稱為 叫做設計領域的那一條線 可是他做了幾年以後 賣得非常非常好 也非常流行的時候 他覺得不夠 他覺得單純從設計來 來談論這個城市跟生活 永遠達不到核心 因為核心的人都在哪裡 核心的人 有power的人大部分都在政治經濟 就是政治家 或者是這些banker 或者經濟投資的人 這些人 什麼索羅斯啊 什麼這些人 他們才是真的具有某種power的人 可是呢 Designer這一群叫做小眾 所以呢 你今天改變了小眾的生活的 Lifestyle 你沒辦法改變另外一群閱讀者 那這群閱讀者呢 他讀的絕對不會讀Moroco 這些人呢 每天只在想money money money 都在講power 所以他永遠不會去讀那個 Wallpaper雜誌 所以他認為 他要做一件事情 做一個language 讓他的讀者 原來念Wallpaper的讀者 開始對於政經 對區域計畫 區域經濟 有一點點認識 另外一個是 讓政經界的人 開始可以重新看待 我們現在在台灣用最熟爛的字語 叫做文化創意產業 OK 讓政經的人認為文創產業 這件事情到底怎麼回事 所以呢 這個人基本上 是把他自己當做一個策展人 我認為他就是一個策展人 只不過他策展人的媒介 不是在做展覽 他策展人的媒介 是在做一個media 做一個magazine 然後他用了magazine 他做了一個新的雜誌 在Moroco 2007年建立起來的時候 他說他的雜誌要這樣子 是一個叫做 最多有經濟政經power的人 在讀的雜誌 叫做經濟學人雜誌 這群人所讀的那個雜誌的內容 跟版型的關係 加上wallpaper 兩個東西加在一起 他認為這件事情 才會具有叫做影響力 OK 影響力不會是自己 在這邊自說自話 影響力是把這兩件事情 連在一起 所以呢 他就開始建構了一個 這樣子的一個雜誌 他認為這個Moroco雜誌 所處理的叫做全球的事物經濟文化設計 他把設計放在第四位 第四位才是他原來的wallpaper裡面 要建構出來的 所以他這裡面有A B C D E 他的整個設計的版型 從設計開始就開始做了 他的設計的整本雜誌的index 基本上的編排次序就是A B C D E A就是affaires 就是世界所發生的所有的事件 OK business 這事件都跟什麼 跟區域計畫有關係 區域經濟 國家 太平洋 歐盟 這種大清區域經濟 所做的結盟的 產生的事物 另外一個business 就是跟經濟理論 有絕對的關係 再過來才會跟culture 開始提到跟文化之間的關係 最後才會是design 所以Moroco這個雜誌的整個編輯 非常有意思是 他基本上把他的wallpaper 那個東西跟經濟學人 加在一起的時候 其實wallpaper那個角色 跑到第四位去了 可是當然wallpaper 以前在編輯的時候 有些是講culture 有些是講經濟 也是拉到前面來 可是他把這個東西放大 變成所有人必須要關注的事物 那這件事情對我來講 影響比較大的是 他一再的也在提醒我們 我們不認為 我不認為這個雜誌 需要多好多崇拜 而是說他總是在提醒我們 一件事情是 我們現在住在這一圈的人 不能像剛剛我講的 我覺得你們好像外星人 就是剛剛講的 有誰看過這個 有誰看過這個 大概都是二十個裡面的四個 五分之一 那五分之四的人 好像都不瞭解世界發生什麼事 或者現在的文化失誤 經濟失誤在發生什麼 可是摩洛克雜誌 他認為這四件事情 如果你要具有影響力 他叫做Believe in on Global 你如果對這個全球 要具有某種影響力的時候 這個是一條線 那這件事情你都逃不掉 要不然你永遠就是tour 就是做設計的人就是工具 你永遠只是在那個工具面上面 那相對的反過來 當出版界開始建構這個事情的時候 同樣也在提醒 其實策展人 同樣他要具有這樣的vision 他同樣要必須要了解 這樣的vision之間的 各自之間的關係 他有辦法建構這樣的一個概念 所以呢他開始把這個 所有的事情是變成他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關係 他第一個要了解失誤 要知道Global News 這大概是台灣最難的 因為台灣基本上 所有的媒體都自覺於世界之外 所以現在所有的Global News 要談韓國也是談狗而已 不會談其他的事情 就是那個Global News 是在最buttonight裡面的 那個不在那個最上層 你完全不知道 為什麼他們會戰爭 為什麼他會產生什麼事情 阿富發生什麼事 所以這些事情對他很重要 第二件事情 他是一個很商業的人 所以他從永遠在看消費主義 就是所謂的消費主義 在一個叫做 這個後資本狀態裡面 這個消費主義的演變 在談到Metropolis Metropolitan 談到Lifestyle 你們注意看這件事情 消費主義跟Metropolis 這兩件事情 在建築裡面 最重要的一個人 眼睛早就在盯在那個地方的人 是誰 Ram Kuhas Ram Kuhas 是一個非常可怕的 如果你們聽Nancy 現在在AECOM的那個副總裁 Nancy 從Hara Beard 是Kuhas的學生 她就跟我說 她說 Kuhas每一天都在看 所有的Magazine 從Time New York Times 經濟學人 她永遠在看那個大世界的Global 之間的狀態 她永遠在這個狀態裡面 眼睛除了看了以外 還關注這兩件事情 關注大都會 關注她現在 之前最關心的 這個叫做消費主義的狀態 所以她才會在1990年出了一本書 叫做Shopping 就是跟Shopping有關的 她有在出了一本書叫做大躍進 在談什麼 談區域經濟 在談 中國在那樣一個區域經濟發展的時候的 五個城市怎麼樣建構出來的關係 那最後才會變成Lifestyle 或設計的這個部分 所以呢 她基本上是把這兩件事情 整個架在一起 變成一個完整的雜誌版型 那這是我們上次談過 她雜誌版型 其中每一個 每一年就一期就會講 什麼叫做人居城市 那一期基本上就在講城市 就講人跟城市之間的關係 那這個人非常非常有意思 她非常非常年輕 你知道她幾年生的 1968年 現在幾歲 現在她是42歲 然後呢她 建立Wall paper到現在幾乎10年 所以現在42歲的話 表示她32歲 開始創辦了Wall paper 30幾歲就開始 在那之前她還是個記者 跟庫哈斯一樣 庫哈斯最早期也是個記者 所以20幾歲她就開始在那邊 架構她自己的觀念 然後開始建構出她自己的關係 所以你看看她 她有很重要的幾個target 你看她的2001年 33歲 她就得到什麼 英國雜誌的編輯終身成就獎 1997年29歲 她就買下了Wall paper 29歲到30歲的時候 她已經拿下了Wall paper 自創一個Wall paper雜誌的 editing 然後到32歲 拿下最重要的一個編輯獎 然後一直到現在變成Morocco 那你知道她的野心是什麼嗎 她野心是要做一個策展人 可是她的野心做一個什麼策展人 不是做一般的策展人 她的野心要做一個國家 或者是很大的財團級的策展人 這是她最大的野心 所以你看到Wall paper雜誌 Morocco雜誌 每一年都有一兩期在談什麼 在談她最愛做的事情 就是她在談 她開了一個公司叫做 Win Media 是在專門叫做設計中介公司 什麼叫設計中介公司 就是經紀人 就是設計經紀人 這是她第一個要做的事情 所以她一端要掌握所有的設計師 OK 她在另外一件事情是 她永遠在做一個 瑞士航空 她永遠在做一個 每一年有一個評比 在評比各個航空公司 她認為未來 所有的旅行 航空公司 從service 到她的program 到她的package 她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一塊餅 所以她永遠 她的target是 她想要幫所有全世界的航空公司 來做企劃 做一個主要的企劃 所以她的 延續她的wall paper 每一期都有 都有城市 一直到他Morocco 每一期都在報導城市 這個城市 其實以後要linkage在一起的是 城市都在各點 所以她做了一件事情 是她開始串航空公司 把所有的點串起來 航空公司以後再串一個叫做 Boutique Hotel 或者是Hotel 串到一個什麼 串到她現在在幫台灣 哪一個部門做事情 她在幫台灣的觀光局 做一個叫做企劃 叫做branding 所以呢 觀光局又跟航空公司又掛在一起 跟她以前做的Hotel 跟她的所design在一起 所以你會知道她的野心在於 她建構一個media 不會只是一個media 她的media其實她在建構她自己的版圖 所以她永遠在做她的 她的那塊版圖裡面 她要給critic的角色 那你永遠去看她的文章裡面 永遠她的角色是站得很清楚 她知道她是一個非常商業的人 她非常知道說她怎麼去 去建構一個 一個她的之間的版圖 我覺得最有意思是她的 雜誌的編排 她雜誌Moroco第一期開始編排的時候 就像策展人一樣 把事情都想得清楚了 ABCDE Affairs Business Culture Design 最後是Alice Alice就是他們的編輯部裡面推薦的 一些商店 產品 這個地方已經完全的商品化了 然後前面是非常地區化的 有一些assay 有一些論文 有一些對於世界組織的一些 新的一些概念 所以她開始在這裡面分成 五個不同的層次 來建構她的雜誌 她的雜誌每一次都有一個 ABCDE的這個前版型 然後這個前版型 從ABCDE開始建構出 她每一期所建構的事情 所以一般我在看這個雜誌的時候 我不會一下就跳進去看 其中的一篇 一般我們在翻Vogue雜誌 Alice雜誌 GQ雜誌 就是翻到哪裡算到哪裡 可是你如果翻Moroco雜誌 基本上先不看一件事情 第一個先看Index 看她這一期裡面她的ABCDE 那個程式在講哪幾個區域 或她的主題在哪裡 那最有意思是她不只是在列ABCDE 她偶爾還會定一個主題 這個主題呢 如果跟Culture有關 她就是在Culture那個版面 變成一個叫做專題 專題版 有的時候這個專題版 還更有意思是 當這個主題做得夠大的時候 ABCDE全部都在講這個專題 所以我非常佩服的是說 一個月出一本 一個月竟然可以有這麼一大本 然後是有主題的 是有內容的 而且是很critical的 去建構出她那個空間關係 那那個是一個非常大的編輯部 她為了要做這個編輯部 非常好玩 她跟其他的編輯部不一樣 她開始大量的徵召全世界有志人士 所以她每一次都在她的第一版 剛開始的時候畫一個世界版圖 所以我現在介紹這五個城市 五個城市都有一個Editor 所以她等於是物色 每個城市的一些年輕的攝影家 年輕的觀察者 變成她的Morocle的編輯 所以她的編輯其實有一個 非常非常大的一個Global的Editor 那這個Global Editor 都不一定是專業的 可是大部分都還蠻專業的 是他們在各個國家 都有他們自己的關係 包括台北 他們有台北的特派員 可是特派員並不是 她自己去Hire的特派員 而是她去找學學 她跟誰Link在一起 然後你們有個專題就開始做 半年後你給我 我們開始去做 這樣關係 所以偶爾會有一些台北專輯 都是因為她的各個地方的特派員 在早期提出來一些Proposal 讓她建構出這樣的觀念 所以你從那個編輯的概念裡來看 你就會發覺她是策展的人 她不是真正的 以前傳統雜誌的編輯者而已 然後呢 最有意思的地方在哪裡 最有意思的地方是 她還不只是這樣子 她知道media的狀態裡面 分成很多種 一種media狀態是叫做書本 可是這書本呢 未來會轉化變成數位 到數位內容裡面 還有幾件事情很重要 比如說她在 Molocco還辦了一個 叫做Molocco Weekly 是每個禮拜天 十二點 會有一個on air 然後是誰主持 她自己主持 她自己是電台主持人 這個on air 是一個空中的電台 這空中的電台開始專訪 所以她專訪完以後 這個還可以變成她雜誌裡面的文本 所以這裡面她除了掌握了文本的出版雜誌以外 她掌握了一個她自己自創的一個電台 on air的每個禮拜 在倫敦開始設立的一個 新的一個on air的關係 然後呢 她開始建構她的network 也就是說你如果訂了她的雜誌 你才有機會上她的網路 去看她的其他的比較細緻的內容 她內容包括什麼 包括她在採訪的時候 每一個編輯隊都會給她很多很多的video 這個video是訪談的也好 是都市觀察也好 是動態的 是影片的 所以那個影片呢 你在文本上面看不到 你文本上面看到的是文字 你要上網 而且你要是訂戶 你上網以後 你才會看到其他的這些 這些錄影袋 DVD 這些所有的片子 之間的關係 所以 對我來講 Morocco雜誌 非常有意思的是 它建構一個電台 電視 媒體 然後文書 雜誌 這一塊 最後呢 它扮演的角色叫做策展 策展的邊緣 它要建構的是 最有power的裡面的政治界的 它變成一個叫做國家的branding 它常常每天都在講說 我要做city branding的人 每一個city都要來找我 我幫你們這city做一個新的診斷 另外一個它要做 非常非常消費社會裡面的 各種不同的hotel 包括航空公司的關係 最後呢 它擁有最大的一群群眾 它給它群眾 它自己認為最critical的想法 所以 然後最後它自己出商品 所以它現在有Morocle Shop 那這個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 一個整個領域 台灣曾經 有個雜誌很想做這個事 台灣那個雜誌本來就是包一鳴 然後P-paper 所以P-paper 你會發覺它 P-paper曾經出了三本雜誌 第一本非常紅叫P-paper 第二本雜誌是女性雜誌 那一本賣得不好 是它太太 叫Angel 第三本雜誌 第三本雜誌是在講business 所以它開始出了一個叫做business雜誌 就是因為它看到了Morocle的model 後來Angel女性雜誌給掛了 那個business的東西 本來是兩邊的人 希望兩邊的人都看 學business的人看 學設計的人看 後來是兩邊的人都不看 這當然是台灣的民情 不一定是它做的不好 就是台灣人互不關心 所以本來我看設計 還可以看到P-paper 漂漂亮亮亮的圖片 突然變成那個business的時候 一大堆文字 這群文盲就不看了 那群本來看經濟雜誌 他還是在看商業週刊 天下遠見 或財訊 所以這個也不看了 所以那本雜誌就覺得有點單薄 那我不認為是它的策略 有絕對的問題 當然也有一些問題 可是我認為是台灣的整個 封閉社會裡面 那本雜誌的存活率的關係 台灣做雜誌最大的問題在通路 就是所有的閱讀群眾 你很難很難定義清楚 那個量夠你去吃 可是Morocco 他除了吃自己倫敦也要吃全世界 所以他才建構這樣子的一個關係 所以你如果從Morocco 你大概可以看到台灣的幾個雜誌的變化 他們到底個別在抓什麼樣子的事情來做 那如果說Morocco雜誌 是一個橫切的 橫切面 他把所有的世界的東西 企圖用A B C D E 把那個Global的全面性給拉出來 把那個寬度拉到一個程度 希望做一個叫做Global Linkage 這樣之間的關係的話 那我會介紹另外一本雜誌 在日本的雜誌叫Brutus 那Brutus呢 基本上他做的事情跟Morocco比較不一樣 Brutus在做的雜誌的這個出版的架構 也是一個策展 可是這個架構比較屬於垂直性的 他study一個主題 就把那個主題一直走走走走走到底 所以每一次每一期的版型都在變 那個Morocco雜誌的版型是固定 A B C D E 都在infil那個各種不同的領域 可是Brutus呢 因應那個主題 所以那個主題的版型就會開始整個改變 像在辦一個專刊一樣 如果台灣的雜誌來看的話 台灣做的最成功的一個雜誌 如果說Peep Paper跟那個Business是在談 談比較像Morocco的雜誌 那Brutus雜誌在台灣的雜誌 有一本辦得非常好叫漢聲 就早期漢聲雜誌在辦台灣的傳統文化 民俗文化的關係 在談音樂的 談手工藝的 每一個都做得非常非常棒 那如果你們仔細觀察 漢聲在台灣最近消失了 因為漢聲的總編輯現在最重要的著力點在大陸 所以他把他的原來在台灣觀察的那些 所有的主軸的關係 現在大陸他有更多的cultural resources 所以他開始在大陸建構出他們對於 中國文化好了 我用這個句話來講 他們有更多更多 resources 所以他並不是消失 而是他重新去建構他 早期在對於傳統文化的理解 然後大陸也非常歡迎他去 所以我覺得台灣有一點點危險 台灣的危險是 台灣其實很多最棒的人 現在都在那邊做那邊的事情 然後呢 台灣大概養不起這些人 漢聲雜誌養得非常苦 可是大陸的那個版圖 那個通路 基本上他隨時都有把養成這樣一個人 讓他的雜誌 讓他的 editing持續下去 所以這個其實不容忽視的 我覺得你們的挑戰比我們現在大很多 因為你們現在面臨的就是那一塊非常可怕的事情 最棒的人都在那裡 所以你在台灣你要找到很棒的人合作 還不一定找得到 因為最棒的人其實都已經跑到那邊去做事情 那Plutus他基本上都在做 這樣子的一個主題的關係 那我們介紹其中的一本雜誌 Plutus其中一期 叫Rediscover Japan 那叫日本再開發之旅 OK 那這個 Rediscover Japan 這個整個主題 我有興趣的是拿一個主題來看他的編輯群 到底在做什麼事 他的編輯群怎麼重新figure out 他在做這個主題的時候 他跟Moroco在談的那種大方向的 橫切面的架構的不同 那這個主題非常非常適合做什麼 非常適合做策展 因為他不是橫切面切那麼寬 他是一條主軸走到底 所以你如果有個主題展 如果你有個叫客家展 你總不會每天都在客家美食 銅花加上那個阿嬤的花布 再加上圓樓 好像客家圓圓就這樣子 就是不具有發展性 那你如何去建構一個 一個這種主題其實是跟文化 跟傳統的祭典儀式有絕對的關係 可是台灣就很可惜做俗了 應該用了這些最俗的東西 應該是把它拉到另外一個位置 可是台灣是把它做得更俗 你看電音三太子都已經用了幾年了 到現在陳菊後面還是有電音三太子 就不懂為什麼電音三太子可以活那麼久 然後還在陳菊的後面 那個狀態其實就是台灣最可悲的事情 就是那個儀式就被用爛了 你後來就覺得看到那個儀式就想吐 你不會覺得那個儀式 有什麼樣的寶貴的新的契機 那這個是台灣最可怕的事情 就是把那個本來很棒的儀式就用爛了 然後就不見了 那Brutus他們在建構這樣子一個雜誌的時候 他開始用各種不同的方式 來建構日本 這張我就非常刺激 他的第一頁就是一個富士山 一張富士山的照片 我那時候買到這本雜誌在日本的時候 在京都那時候住了一個多月 買到這本雜誌的時候跟我太太說 我說這個雜誌的這張照片 買這張照片的版權 大概在台灣就可以辦五期或六期的雜誌 一張攝影師的照片的版權 你看看台灣的雜誌最慘的是 沒有好的攝影作品 就是沒有Editor 因為沒有辦法去聘請一群人來做這個專題 另外是連一張照片你都買不起 因為你沒辦法去 take care好的quality的品質的關係 沒辦法是宿命 他的通路 他的通路的量不夠大 所以你看他第一張 So powerful的富士山就開始了 他是從這個第一張 Rediscover Japan的第一張開始 第一個主題就是談富士山 OK 他如何談富士山呢 從很多很多不同層次來談富士山 所以我非常喜歡看這個 這個 Brutus的這幾個重要的主題是 他在切入這個主題的時候 他在從日本人什麼都不會 就會收集資料 再把資料分類 再把那個分類每一個主題講的 簡清楚楚 簡簡單單的 所以他就可以在富士山裡面 第一張用富士會 開始談這個富士山 這個文化遺產之間的狀態 完了之後 他還做什麼事情 他很會做分類 日本人最會做的事情 他開始談 推薦最棒的十幾本 跟富士山有關的書 從文學 藝術 攝影 到任何一個方面 很簡單的把跟富士山有關的這個書 他把書當作一個專欄 所以他後來的幾個主題都有一欄 叫做跟這個有關的書 然後他們的確找了很多很棒的人 把他們認為最棒的書 用一個很簡單的話 把它提煉出來 這個是他們在轉介 從地理狀態 文化狀態 地景狀態 轉介變成一個context 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論述點 這個論述點不是一個單一論述 而是一個像 這個index一樣的論述 旁邊他們最會做的 開始把富士 有跟富士山有關的泡麵 食品 開始一個一個拉出來 那他是一個看起來 跟台灣一樣疏懶 可是他提煉出來的事情 卻對我來說 我看到的台灣的那些 展現出來的東西 都好像不具有發展力 就貼在那邊就結束了 可是 Brutus他在建構這個版圖的時候 從地圖 到地圖之外的相關的 他的想像 跟他的所有的文學 出版的作品 跟剛剛那個富士會 我覺得那個版圖 拉的其實是夠大的 那個版圖是具有發展力的 也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是一個策展人 我今天有了這本書 我甚至於可以用這本書 我開始去想 我要怎麼去策展一個 叫做Japan 他有一個非常好的resource 可以往下走的那個狀態 然後他第二個 從剛剛的那個 很大很大的 剛剛那個才會稱為 叫做精神層面 富士山不是地理層面 富士山是精神層面 從精神層面 開始進構到第二個 第二個專欄 就開始變成叫做古道 他是一個historical跟earth earth form 地景跟歷史之間的這個關係 開始建構一個叫做古道系統 從地理層面來看 所以地理層面 他就很厲害的再去找一個 他覺得最棒的一條古道線 然後他所有古道線裡面的風景 加上他在地理層面 跟古道跟步行跟地景有關的 所有的書 再一次的建構出來 變成另外一個專欄 然後在這裡面重新marking marking他認為最好的地方 然後這是他的第二個層次 是談古道之間的關係 第三個事情他叫做鄉土藝能 這件事情非常非常重要 如果你記得剛剛在談賴戶內 賴戶內 其實他在各個島上 他現在七個島 想要建構一個事情的時候 他說他現在要做的事情 除了文化藝術以外 另外一個重要的是鄉土藝能 跟儀式 跟祭典 這個祭典的狀況台灣也很多 台灣也在做這個事情 可是不曉得他怎麼去建構 這樣的一個祭典的關係 你可以看到鄉土藝能 從哪裡開始 從他所有的research開始 從他的服裝 從他的人 然後他們的做法是非常touching的 因為日本人非常非常愛講人 也會講人 就是他們對於人的那個敘述 比台灣生動非常非常多 所以他們開始用人來建構一個 用異詩開始用鄉土祭典 甚至在鄉土的藝能裡面 他開始建構他的版圖 這個鄉土藝能 各個地方的版圖 到底是建構出什麼樣子 那我覺得如果台灣有這麼一本 叫Rediscover Taiwan 然後呢 照著他的category index 去做出一個真的好的一本雜誌的話 那一件事情已經算很了不起 台灣做可能要做三年 那他們就是一個月出一本 然後呢 他們在建構出他們自己的架構關係 再過來很重要的一個東西 就是直接language到 我們剛剛談到策展的人 所做的叫做賴戶內 內海的那個展 基本上稱為叫什麼 島文化 都跟海有關係 基本上這件事情對台灣非常非常重要 台灣基本上 這個跟海之間的關係 一直在被發展 可是一直沒有被看到 然後這個島文化當然是跟他們的 這種各種不同的島 各種不同的島之間有什麼樣特殊的關係 所以他列了好多好多不同的關係 從建築到他的工藝品 到他的特展品 到他的廟宇 所有的東西都開始建構出 各個不同的島文化 那其實 如果從這一點來看 你再回去看賴戶內海的那個 那個藝術紀 你會發覺他們其實在develop這件事情 他develop的每一個各島之間 產生的差異性 那個空間的不同的狀態 那永遠有書 在他的邊欄 永遠在島文化裡面 跟什麼 跟產業有關 跟地方的文化有關 跟他的產業有關 包括他的地方的地理關係有關 所以把這個不同的島 一個一個 當作一個一頁 來建構出他的島文化之間的狀態 每一個 不是台北walker那種的 是真的像 像布魯特斯在建構出的 這個新的文化觀 然後這個是我非常佩服的一個地方 他在每一個的邊欄都會有一頁 在談其他的特殊地方的那種 很好吃的很特別的東西 那個是日本人最愛做的 就是每個插頁都會插進這個關係 那最有意思的地方是 他在這一本雜誌已經做了那麼多的主題以後 他還重新建構的一欄 這一欄是他的第四個篇幅 在講24個人的58本書 怎麼講日本 然後這些日本各個不同的文學家 或者是作者 如何去重新建構日本的 包括司馬寮太郎 包括鋼本太郎 還有一堆非常非常棒的文學家 24個人 那麼多本 然後每一本都在講日本 日本 日本 日本所有的事情 最後他還在談各個不同文化的祭典 包括他的自然的地形 每一個自然地形 他開始產生什麼樣的狀態 然後每一本書 包括他的一些所有的藝術文化 所有的宗教跟他的民間記憶 之間的關係 然後這是真正的祭典 他在講每一個時間的祭典 到底在幹嘛 然後他把祭典開始回到文本 這個祭典不是去文本 對我來講 台灣的三太子叫做去文本 就是當他開始跳Hip Hop的時候 所有前面都不用了 他只要那個form 跟那個可愛的樣子 那個帶著大頭的三太子 然後開始扭扭扭 那個狀態就結束了 可是實際上日本人對這件事情 是非常不屑 就是開始要重新建構的時候 他總是會回到Context 可是我覺得台灣最可惜的地方就是 一講到Context 大家都想睡覺 因為不想聽 因為又古又老 又不曉得怎麼談 談Context一定要談 可是要看你怎麼去說它 然後怎麼把它提煉變成一個 有意思的事情 那台灣是一提就提很爛 要不然乾脆就不提 不提就魅俗化了 就變成另外一件完全 毫無相關的事情 那最有意思最有意思的事情 是在這裡 就是他除了做完以後 這是日本人最會做的 他開始重新建構一個地圖機 如果說Morocco 在談人居城市的時候 定了一個叫做 所有的20項標準 在談什麼叫做人居城市的標準 都是用Guy Line 然後定出一些基本的標準說 這個城市要好 一定要24小時營業 方遠多少公里 一定要有捷運站 一定要有什麼 是一個從大的系統來看的話 那日本人的這個系統 其實是一個發散系統 可是發散系統 他各自有各自的identity 他最會做的其實是Index Map 他這Index Map 非常非常好玩 一個Map專門告訴你祭典 OK 然後再過來 對我來講 我看不懂日文 所以我沒辦法理解裡面的事情 可是我喜歡看他的分類 因為分類對我來講重要 因為他幫助我怎麼看這個世界 或看這個文化之間的關係 他怎麼訂定分類的標準 甚至他訂定所有的 這是日本人最愛的 就是每一個神社每個廟都有一個 那個叫什麼 他叫什麼 御守 對 我這次京都去 我小孩 逛了五十幾個廟 所以他有五十幾個御守 超級棒的 大概很少人在京都可以收集五十個御守 這樣關係 然後他們就開始用御守來 開始建構出他們對於 這個神社中間的那個宗教跟信仰之間的觀點 OK 這也是最變態的 告訴你一定要站在哪個點 看那個景觀才會對 這是日本人最會做的 哪一棟建築的頂樓那個點 可以看到什麼事情 那所有人排隊要到那個點去 那當然跟那個螞蟻的菲洛蒙一樣 日本人就有一種菲洛蒙是 只要有個人去 全部人都擠到那邊去 然後他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他開始告訴你 叫做絕景的展望點 一定要站在什麼地方可以看到這些景 OK 那這是一個非常非常具有商業性的 可是也非常有意思的地方 因為它代表你的眼睛 你怎麼去建構你的眼睛 在看這件事情 當你今天有機會 建構你自己的眼睛告訴別人說 你在怎麼看台北市 是從哪一個點看的時候 那其實也蠻好玩的 就是你可以去建構 這個對一個策展也很好玩 如果講台北城市 我可以設十個最棒的點 那十個點是我的策展的觀念 裡面來看台北城市的什麼事情 我覺得那也是一個非常棒的 一個關係 甚至於這也是一個非常具有 文化性的關係 這麼大一個篇幅 講日本 竟然還為了他畫了一個版圖 是在講什麼 講市場 這就很不得了了 就是說對我來說 就是市場這麼庶民的事情 我們大家所有人都了解 喜歡自助旅行的人都知道 我們自助旅行到每個城市 最重要最重要去逛那個市場 因為它是最具有當地文化性的事情 從吃喝娛樂 這裡面都在裡面看得到 日本人把這個東西提煉出來以後 告訴你說最多的最棒的幾個找事 到底在哪裡 然後它各自有什麼樣的特色 這個我覺得很不簡單 因為我覺得這個是完全 我單單看到這個 我就可以做一個策展 我就可以開始玩一件事情 我不需要依靠其他的事情就可以做 很多很多不一樣的一個 對我來講是非常非常具有啟發性的 這也是日本很變態的 看一顆石頭 哪裡的一顆石頭是很特別的 所以最棒的石頭在哪裡 我喜歡它的category 我喜歡它的看最特別的動物 跟動物做成的那個小小的公仔 另外一個很好玩 去ANA就是日本的那個旅行社裡面 找出最棒的package 就是它的所有以前到現在裡面 最棒的那個旅行的course 怎麼走 是最棒的 我覺得這一點也蠻好玩的 如果你可以在台灣的所有的旅行的package 你找到一群最棒的那個旅行的package 它其實是在建構另外一件 你可以說它的商業它也是一個 一個很重要的branding 那這個其實對我來講 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 brutus所建構的事情 對我來講 我會建議大家看的事情 內容你們如果大家看得懂 日文你們就看 如果看不懂 其實我覺得 我總是在看它的index 我覺得看一本書 最有意思的地方是它的index index代表那個人的mental 那個腦子 它如何建構那本書 或那本雜誌的架構 那brutus cassa 也很好玩 brutus cassa 是brutus另外一個跟建築 跟設計有關的事情 我常會看到brutus cassa 它其實在做很多很多事情 比如說去年的其中一期 就是科比義的教科書 一個科比義 已經被講爛了喔 講爛的科比義 還可以再出一本教科書 然後從頭開始告訴你說 這個科比義 跟它的前輩 跟它的後輩之間的關係 然後呢 甚至於就是cassa travel 我不曉得為什麼它有辦法 一個雜誌其中的一期 可以去做一個科比義之旅 然後拍完科比義的所有東西 來辦一期雜誌 這個台灣幾乎是不可能的 連文件會都做不出來 就是這樣一個中央的 中國的設施都做不出來 它第一個當然先從科比義 在日本的房子 從日本的房子開始談起 它對於日本的影響 那你看這個人 日本人非常好玩 日本人是借別人來扛自己 就是我們的大師在哪裡 我們大師是因為這個大師 在這邊跟我們的這群人 所以我們的單下尖山 我們的誰誰誰 其實是在這個世界版圖裡面的 某一塊 所以呢它開始建構出 他們自己的 在他們自己的建築 全川國南最重要的科比義的土地 OK 那在東京上野公園所蓋的美術館 的關係 開始建構出它的譜系 甚至於可以告訴你說 科比有個DNA譜系 三大弟子在哪裡 全川國南 這些所有的東西 他們最喜歡建譜系 這個譜系 本來在講科比義 根本在講自己 我覺得這很好玩 就是台灣從來沒有建構 一個任何一個譜系 可是在日本已經 不知道多少譜系出來了 那譜系的關係 其實是在某一個category裡面 去建構出來的一個架構 然後呢這些科比義的建築 他做了哪些事情 跟都市跟建築跟宗教之間的關係 然後他跟我們日本的哪些人 跟他的其他的Oscar Nightmare 然後這些人開始 有些 這些還有跟聯合國的那個組織 所建構出來的一個概念 然後開始建構出他的 評論家 他開始用日本人的評論家 他重新建構科比義 用了一個什麼名字 用了一個安藤宗雄的 連戰連敗 那是安藤宗雄自己在講他自己的 安藤宗雄因為有說 科比義是他的 他的不見的導師 然後用一個安藤宗雄的那個書名 然後來講科比義的狀態 然後建構出他自己的論述 從家具 從他所有的影響 都市計畫 開始建構起 然後把他科比義的所有的家具 重新做一次的分類 非常的不建築 就是如果從建築觀點來看的話 其實是不是這樣子看的 所以 如果今天你就叫A加U做一個科比義 跟叫一個Domas做的科比義 跟現在Brutus Casta做的科比義 就不一樣 Brutus Casta做的非常的簡單 然後非常的平民化 然後非常像 台北walker 就是你怎麼用科比義 來建構一個Type A worker 然後找希澤立衛 來談科比義對他的影響 每一個人都說說他的影響 那個有沒有影響沒有 訪問到就開始講 找安藤宗雄 來看科比義對他的影響 到底是什麼 可是他的base都是 都是都是 都是由日本人的觀點 OK 找希澤立衛 找長谷創柚子 講他認為最棒的科比義的書 每一個人都提出他對科比義的書的理解 那這種理解就不是多麼是可以做的 因為他的主角在於希澤立衛 在於安藤宗雄 在於長谷川柚子 然後所建構出來的一種科比義的版圖 最後要告訴你說 要做一個八天的科比義之旅 要怎麼玩 要玩哪件事情 那個package要怎麼樣 然後這張照片非常棒 科比義用這個手勢來建構出另外一種科比義的狀態 他們的照片都選得非常非常棒 所以其實跟大家提的是說 不要忽視出版策展行動的存在 而且我覺得一則悲觀一則樂觀是 台灣根本還沒開始 不管出版業 不管媒體業 不管策展 不管都市行動根本都還沒開始 所以台灣還有一大片天空等待你們去做 隨便做都比現在好 所以沒有什麼好怕的 就是你就是做 然後不用害怕犯什麼錯 因為真的隨便做都比現在好 所以你可以大膽的去試 你要做的事情 所以如果唯一的台灣最大最大的狀況是 我認為是通路跟資源 就是它那塊餅的後面的那個 那個基層量沒有那麼大的 的pool 讓這些雜誌來玩那件事情 因為玩不來 你沒有人沒有錢 沒有所有的資源 可是呢 那些主題如果你們真的有興趣 你去想怎麼用台灣的這種 極少的資源或者你要去借外力 有什麼外部資源的話 我覺得它大有可為 而且我也認為你們大家未來不一定 真的不一定每個人都是建築師 那可是影響力可能可以勝過一個建築師 就是我們今天看到的 不管是Plutus 不管是Moroco 不管是在做賴戶內海 在做這個心穴線 每一件事情我都認為 比一個建築師的位置來的重要 對於社會的影響力來的更大 那這些人 基本上在我現在來看台灣 有沒有人在做的事 有 有很多策展公司做的事 可是對我來講 那策展人做的事情 你只要願意出手 他們就掛了 那他們只是在消耗資源 然後只是在掌握那個資源 消耗資源 根本沒有任何的new vision 只要你有new vision 那件事情進去 你努力了個五年到十年 那就是你的 可是你必須很早就開始 你必須要從現在就開始 而且你必須要有一個叫做論述點 你要知道你怎麼去認述一件事情 那千萬不要有一個狀態 是我認為大家為什麼跟大家花 幾乎兩堂課在講這個 是因為我認為大家太天真 就是大家對世界上發展的事情 一無所知 所以呢 你碰到一個狀況的時候 你就想要用你所學的 建築所學的東西來應付那件事情 你一定要學好你建築所學的任何professional的事情 那個沒有你更慘 你一定要學習那個事情 可是你要知道那件事情 會是你的本能 可是它不是你的最大資源 你如果靠你的本能來做事情 你很容易就掛掉 因為你會常常把你的資源放在錯的地方 然後就被消耗掉 你只要一畢業 兩年後你就被消耗掉 你就放棄這一行 你就覺得這一行是一個折磨人 讓人家喪志的地方 可是你如果很早就開始 知道你的資源 除了你的本能 就是professional的training以外 你不是那麼天真的以為 什麼事情都跟你無關 你如果開始知道那一部分的事情 你後來的本能會變成你的base 那個base就可以把所有東西link在一起 而且如果在英國你要存活很難 在台灣存活太簡單 台灣大家都在講說 台灣是一個很嚴苛的 狀況很嚴苛很不容易生存的機會 我一直認為台灣是很容易生存的地方 台灣適合賴活 你就是反正你不要 你只要放棄專業你可以活得很好 你就可以一直活下去 所以台灣就是隨便做就隨便活 可是台灣要做得很好不容易 可是台灣你如果要出那個頭 要做得很好 只要你多花一點力氣你就會出來 如果撐得夠久的話你就會出來 因為太容易沒有人在做 大家也不願意做 所以我覺得那個事情是對大家的 一個重要的一個忠告 那件事情真的要從很年輕開始 你不能從畢業之後的十年後 你認為你現在很年輕還沒成熟 所以我十年後等我成熟再開始 來不及了 那件事情要開始 你知道你要理解震驚 政治經濟你要理解區域 你要理解你身邊的其他的雜誌在講什麼話 看那本雜誌要看到你跟你有關係有感覺 你至少要摸它三年 你如果今天要摸財訓雜誌 你要摸三年才知道財訓雜誌講的那些是什麼 你要摸其他天下遠近不用啦 那個廁所隨便翻就隨便知道 其他更專業的雜誌你根本幾乎看不懂 我問你說科學人雜誌你有沒有看 你看得懂看不懂 科學人雜誌有沒有辦法幫你 在建築跟未來發展什麼事情 絕對有 科學人雜誌有非常非常多任何一個 topic 都可以讓你知道你可以去做什麼事情 可是對我們那樣一無所知 那個discovery或者是國家地理雜誌 跟我們一點關係都沒有 所以這個其實是需要時間 所以你越早開始你就會越早到那個點 那你如果還沒開始 等你要開始的時候 你已經覺得你身心俱疲 建築已經無望了 你決定要放棄才要開始 你就不會開始了 因為那個對你已經沒有幫助了 所以你要趁你現在還有點熱情 覺得建築還是樂觀光明的一片天的時候 你要從那個地方開始 你才知道後面的東西才會集結在一起 那我們時間到了 我說我們就上次在講Kalas Kappa 其實很小一段 那時候我找時間談 今天就上到這邊 OK 然後請問好 我記得啦 你記得啦 我們記得啦 我們可以不用我 我們會聽一下 有錢 你的音樂